法律事務處處長謝煥潛 謝處長 北區監理處代理處長溫俊瑜處長 中區監理處處長黃忠祺處長 南區監理處處長劉鋒章處長 秘書是石博人主任 好謝謝請坐 人事是黃敬華主任 好請坐 鄭峰是張一鳴主任 好謝謝 主席是周文秉主任 好我們今天特別邀請經濟部投審審議委員會的張明斌執行秘書 好請坐 因為我們現在法定人數還差一位 那麼等一下等委員到期以後 我們再進行議事錄的確定 再請張主委做工作業務報告 謝謝 好吧 那我們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張主任委員報告業務的概況 主席在座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在場的朋友大家好 主席在座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在場的朋友大家好 以下由我來開始進行今天的報告 本會基於通訊傳播基本法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所賦予的任務 積極辦理通訊傳播監理相關的業務 105年上半年本會相關的施政成果可以分為四大項 包括有效辦理通訊傳播業務 健全通訊傳播秩序 促進大眾通訊傳播的權益 以及本會期預計進行的相關立法的進程 以下緊就本會其重要業務及施政計畫提出以下的報告 首先在第一個部分有效辦理通訊傳播業務 第一點辦理行動寬頻業務後續的視照 行動寬頻業務自102年完成視照之後 得標的業者在本會的協助下積極投入基地台的建設工作 自103年5月底開始陸續開台提供4G的服務 截至105年7月底4G的用戶數已經達到1567萬戶 本會於104年12月完成行動寬頻業務2500及2600MHz頻段的視照業務 本次釋出的頻譜資源已經陸續進入商業的運轉 也提供台灣的民眾更優質的4G服務品質 為了因應3G頻段將於107年底介置 交通部於105年3月已經公告預告修正 第一類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實成及加速的一欄表 4交通部陳報行政院合定之後 本會將會聚以進行行動寬頻業務視照的作業 接下來我們在推動行動寬頻的網路建設方面 本會積極參與行政院科技匯報辦公室規劃的 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當中的基礎建設組 是由本會來負責協調相關的機關 為了加速4G的基礎建設部件 包括原民會、農委會、國防部等 也在本會的協調之下依循相關行政院的政策 針對屬於開發工業資源、建設公用事業、改善營區內外通訊等面向 積極的制定、修正相關的法規 或者給予是法性的解釋 以改善行動寬頻網路的涵蓋 提升原鄉地區、農業地區、還有營區等等的通訊品質 另外內政部也在相關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理規則 增列電信微波收發站包括基地台為可使用的項目 本會也特別由專人來管控每個申請案件的審查 以及合法的進度 以確實掌握4G建設的時程 到105年8月25日至 本會共發出了五家業者電台執照 此外為了因應2G業務的終止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本會已經研議並且經過105年9月21日的第715次委員會議通過 因應行動電話業務終止用戶權益保障行動方案 期望在2G特許執照介紹之前 在臨沖及無爭議的原則之下 可以達成服務完全移轉 以及系統正式退場的政策目標 此外 也為了讓行動通訊的服務回歸市場公平競爭 提升頻率使用的效率 讓消費大眾能夠享受相關服務的權益 所以我們也在第714次委員會議 核准了台灣大哥大的申請變更事業計劃書 系統建設計劃書及繳回相關的業務頻率案 還有亞太的電信公司也讓它能夠加速相關的基地台的建制 接下來我們在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方面 本會積極的推動有線廣播電視法的修法 並且運用既有的行政措施來促進業者的數位化的進程 具體的作為如以下 第一點 我們在推動有線廣播電視數位化實驗區的行政計劃 積極的導引有線電視產業的數位升級 第二點 透過數位化政策及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 我們督促業者加速推動數位化的工作 讓民眾可以早日享受數位化的成果 到105年6月為止 包括台南市、嘉義縣市、新竹市 以及台北市的北投區、新北市的板橋區等等 均已完成百分之百的全面數位化 此外 經由跨部會合作宣導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政策 並且持續運用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來提供誘因補助系統數位化建置的費用 提高業者投資數位化的意願 所以我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的整體系統頭端 跟運輸網路數位化 傳輸網路數位化的比例已經達到百分之百 加護頭端的滲透率到105年的第二季 約達92.87% 顯見數位化的環境已經在我國逐步的形成 此外 有線廣播電視法在105年1月修正公布施行 依該法第48條的規定 系統經營者應該與該法 104年12月18號修正條文施行之後 首次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之前 必須要以數位化的技術 向全部的訂戶提供有線廣播電視的服務 未完成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不予換發許可執照 所以上開的規定將賦予業者應該推動數位化的義務 以上就是本會在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各種具體的作為 接下來我們在推動無線廣播電台視照方面 第11梯次的第一階段廣播電視台 廣播電台的視照規劃是採取多階段滾動式的視照 之前行政院在103年已經原則同意 同時在104年11月也含附通傳會 全區性及區域性的廣播事業的許可 仍然採取先審查後競架的方式 那社區性的廣播事業許可 是採取先審查後抽籤的方式辦理 但是本會委員會8月1號組成之後 非常積極的在了解現行廣播產業的現況 以及朝向落實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一條 及第五條立法意旨的政策思考 依照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 維護國民權利提升多元文化 以及維護人性尊嚴尊重弱勢團體 及均衡多元文化發展等各項的原則 同時參著現行的這個廣播市場的現況 就第11T次視照的政策跟目標 以及如何協助廣播市場的結構改善 還有視照的方法是否允蕩等等 都將深入言一言來規劃 並且進行後續必要的抱怨程序 另外行政院在104年11月含附的時候 同時也並同要求本會 要依照102年12月行政院審查會議的結論 規劃收回中廣音樂網及報導網 兩個全區網保留給客家委員會 跟原住民族委員會 而該兩會所提的成立規劃 身設已經經由105年的8月 由行政院邀集相關部會進行討論並決議 原則同意規劃由原民會及客委會 分別設立全區性之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及客家廣播電台 所以本會也已經積極依照相關的權責 進行有關頻率的指配 電台深設設立的審查 以及執照合法等相關所需之法制整備的工作 以因應後續的深設事宜 接下來在國際拓展國際交流合作方面 事實上跟通訊傳播有關的國際的組織 跟交流都非常的重要 本會在105年上半年 依次參與了WTO相關通訊傳播服務業的諮商談判 討論電信附件、市場開放清單、服務貿易協定 也就是TISA等等的定位 還有電信及當地化以及電子商務等議題 並且分別與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及香港等交換相關的意見 上半年同時也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出席了2016年GSMA 也就是世界行動通訊會議 交流了包括物聯網、行動金融、數位環境消費者及服務隱私保護 以及頻埔管理、災難應變等等相關的議題 另外在上半年也派員赴摩洛哥的馬拉克什 還有芬蘭的赫爾辛基出席了2016年ICAN 也就是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機構政府諮詢委員會的相關會議 討論網際網路號碼指配機構IENR的管理權移轉的議題 還有ICAN有關的問責制以及通用頂級域名的保護措施 另外還有消費者選擇性及消費者信賴度審核的事項 以及二字元、國馬域名以及國民等議題 另外在上半年同時也組團赴秘魯的TACNA出席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電信及資訊工作小組APECTALE會議發表了我國國情報告有關IPv6發展的狀況 執行符合性的評鑑 既電信設備相互承認的協議專案現況以及我國的4G視照的成果 同時也擔任了促進網際網路及服務產業之創新經濟發展研討會的講者 接下來第二個大項的工作項目是健全通訊傳播秩序 在這個部分通傳會的作為包括了推動電信業者導入資通安全的機制 為了強化電信事業資通安全管理的能量 本會在103年8月發布修正了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並且依序於104年11月發布修正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此外為了加強固定通信事業資通安全管理 並且於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增訂既有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或申請人 需於一定的期間通過資通安全管理第三方的驗證 並針對國家安全考量的因素明定主管機關對於網路建設計畫做出準博決定時 應該要配合有關機關國家安全考量來辦理 本會後續在修正行動類的通信業務管理規則 會繼續不斷的強化跟自通安全有關的議題 特別是在新的電信法裡面 第二個部分有關健全有限電視產業競爭的秩序 第一點我們成立了跨部會的溝通平台 維護消費者收視的權益 為了維護消費者的收視權益 本會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已經成立溝通協調的平台 溝通密切注意產業秩序及消費者權益的維護 本會並且促請各頻道代理商與申請跨區經營業者 盡速就頻道授權等議題進行商談 必要的時候也可依法向本會來申請調處 第二點有關有限廣播電視經營區的調整 事實上從101年7月公告有限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之後 本會在102年5月也補充報告公告 讓業者可以自主提出三組以上的基本頻道的付費 一直到105年的8月底為止 已經有13家的業者取得籌設許可 10家獲得分歧營運的許可 第三點我們在加強行動電話基地台的管理 為了推廣民眾對於電磁波正確的認識 到105年8月底 本會已經辦理了87場電磁波知識說明及溝通座談會 加強與民眾的互動溝通 也為了引導基地台的共購 本會持續要求行動通信業者 符合基地台的共戰共購的比例 105年7月統計下來 2G、3G基地台共戰的比例合計達到74.9% 4G基地台共戰的比例達到70.8% 第四在維護電波秩序方面 在查查違法設立非法廣播電台方面 事實上經由聯合取締小組歷年來的查查 目前已無非法的廣播電台 但是為了防範非法廣播電台的復播 本會也持續加強監測及尋查 並且配合聯合取締小組作業機制 維護電波的秩序 至於課證積極規劃的第11提次 透過強化廣播媒體公共性 以及公益性的服務功能的原則 我們積極地要鼓勵廣播媒體 產業要升級整併 讓頻率能夠普遍均衡的分配 並促進鼓勵廣播電台在地性的特色 以及多元文化的發展 來活化頻率的資源 增加媒體的禁用 第五點 再積極防止電話詐騙 主委 對不起 打斷一下 簡單一點就好了 其他的請委員參與好不好 好 那我最後還是要再講一下 沒關係 你就重點強調一下 應該有20分鐘 沒關係 沒關係 那我縮短 讓你多休息一下嘛 好不好 好 謝謝主席 幾個重點我還是跟大家highlight一下 好 那就是在第三大點 有關促進大眾通訊權益方面 我們在這邊有推動通訊傳播的普及服務 另外還有在促進有線電視的普及發展 這個也是很多委員很關心的 另外在促進新建物的電信設備的光線化 還有加強寬頻上網的品質的監禮 此外還有在維護通訊服務的消費者的權益 另外在促進傳播內容的發展 維護聽眾的收視權益 在這個部分我們針對廣電三法通過之後 其實有非常多的執法在修訂 都跟內容跟服務有非常密切的關聯 另外有一點是這兩天也非常熱門的話題 其實我們是非常強調媒體自律 在針對消費者申訴的機制上面 我們在維護言論自由跟保障消費者權益 以及強化媒體自律這個三方面 其實三管齊下做了申訴機制的革新 這個最主要是依照三律共管的思維 然後來提升這個內容治理的這個層面的議題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有關這個辦理災防告警的系統 因為台灣是一個天災其實還蠻頻繁的地方 那所以在災防告警系統經過跟科技部跟跨部會的協調 以及跟4G相關的業者合作 把這個平台建置了之後 其實在1月到8月經過測試 應該未來在這個部分消費者都能夠接收到相關的災防告警的訊息 那最後一點就是有關本會期的立法的工作 那事實上在推動這個媒體壟斷跟防治多元維護法的草案 我們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已經積極的來制定跟相關的草案有關的工作 那另外在匯流法的部分 也在這個新的電信法以及數位通訊傳播法 我們也非常積極的組成工作小組在草擬相關的法案 那此外在今年年初剛通過的這個廣電三法 那事實上有非常多重要的議題都是各界所關切的 我們會積極的跟外界來溝通 然後看說這個廣電三法接下來應該要怎麼樣來做適度的修正 那最後我想要做一點口頭的補充報告 就說事實上本屆的委員會從8月1號組成到現在 也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那事實上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面 我們委員會協同我們同傳會所有全體的同仁 非常積極的在推動各項的業務以及啟動研議破壞各項的政策 同時也要加速過去所積累的各類案件的處理 一直到昨天為止我們已經召開了八次的委員會 那討論並通過了35項的提案 完成了15項法令規範的制定修正或者是廢止 那因應重大的議題也先後成立了八個工作小組 非常密集的召開專案的會議 積極與包括業界的工會協會行政院各部會還有地方政府等 就監理的業務互動溝通並且在這個數位匯流 資通訊產業的發展資通安全數位經濟文化內容等等各個不同的面向 都來建立非常積極的合作的關係 希望能夠盡速依據相關法令的執掌來推動相關的政務 那這幾個重大的這個工作小組包括行動寬頻業務視照的作業 也就是大家關心的明年的這個4G的第三波的視照 另外還有像OTT的營運跟研究的發展 這個是非常要密切的來關注這個國際發展的趨勢 還有通訊傳播匯流修法的策略與執行 這個就是所謂的匯流法治的精進 另外還有媒體壟斷跟防治的專法 這個部分我剛剛已經有跟大家做過說明 此外還有有線電視全面數位化的產業推動的工作 這個要非常積極的希望能夠在明年底能夠達成目標 另外還有加速無線寬頻基礎建設 還有全面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等等這些相關的工作小組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完成政策的討論並持續的精進 未來我們在市政的重點是希望以開放連結創新 來成為數位經濟創新發展的重要基礎環境為重要的目標 致力希望能夠達成基礎建設充實與強化 並掌握網際網路的機會 同時促進視聽新媒體內容的發展 建構匯流發展下的智慧應用與服務網路的基礎環境 還有匯流法治的環境革新 以及數位包容跟偏相與弱勢保障 這樣的一個市政願景 以上就是我代表通傳會進行今天的這個業務報告 謝謝 好謝謝詹主任委員 剛才因為很多委員他們時間也有限 所以詹主任委員就簡短一點說明 其實我也注意到你們有看稿 對業務朗朗散口 買進入狀況的樣子 我想今後NCC在詹主委帶領之下 業務應該非常能夠順暢 好不好 那剛才 醫事務員已經宣讀了上次醫事務 請問各位委員對醫事務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意見 我們醫事務確定 那麼現在要進行尋答 先宣告以下的事項 尋答時間 本會委員10加2分鐘 其他委員會委員5加1分鐘 暫定10點30分 休息10分鐘 委員發言登記10點鐘截止 各委員如果有提案的話 請於10點鐘以前提出來以便 議事人員會整 中午原則上不休息 好我們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之政委員保清發言 請站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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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這次颱風造成了大概是13700座基地台的損壞 那麼四號有9956戶不能使用 請問主委一下這個現在修復的狀況怎麼樣 跟委員說明一下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風災 因為有這個連續 等於是說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有三個颱風 所以其實 以最後的這一次的這個基地台跟市化的這個受損的情況是最為嚴重 那五大電信業者其實在數字就如同剛剛委員所說明的 那但是這相關的業者其實從連續這段時間之來都非常積極的動員 尤其在最後這一次大概動員了上萬的人次 那我們現在這個修復的狀況 到今天為止 以剛剛委員所說明的這個數字 今日代修復的這個市化還剩下2000多 剩2000多 對 13700剩2000多 那13000多是行動基地台 剩下這個 代修復的是3000多 到3000多 那市化的部分 9900多戶的市化 現在剩下3800多 那預計是在今天 最慢明天一定可以完成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自己也有看 就是我們 因為相關的主管都有進駐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同時跟五大的業者都有非常密切的訊息的聯絡 他們大概每三個小時就會把修復的狀況跟災害受損的狀況 所以什麼時候可以修復完成 最慢明天就可以修復完成 對 事實上今天修復完成的比例應該就已經很高了 那我再請教一下 你剛剛特別在報告裡面提到媒體自立的問題 是 那這個我們知道這個福大性侵案 那這個夏老師在電視節目裡面特別提到說 這個學生的性事 那麼講了很多的這個整個性侵的過程 那麼請問一下NCC啊 這個節目內容是不是違法 是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跟這個相關的這個 跟電視節目或者是評論節目有關的內容 事實上 我們其實比較採取的一個治理的方式 就是希望業者能夠自律 那就這個內容來說 確實有可能是侵害到個資跟這個性侵害防治相關的法令 那因為它是受邀上單一的節目 那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現在有兩個措施 事實上在昨天都還在放假的時候 一直到有這個節目的出現 那我們相關的主管就已經通知這個新聞節目的自律委員會 請他們由自律委員會去通知相關的會員 應該要來注意跟檢討這個事情 同時我們也會把這個相關的內容提到 我們這個有一個內容諮詢的委員會 讓學者專家來討論這樣的一個節目 是不是有違法 所以主委認為這種節目是違法的 基本上已經先通知自律委員會 要求他們要能夠告訴所屬的會員 那針對有違法的疑義 我們就會送到這個內容諮詢委員會來進行討論 我們希望當然就要依法來行事 確保每個人的潛意 那麼我下一個請教 我們主席我請那個執行秘書好不好 投審委員會 張明斌 請問投審會張執行秘書 執行秘書長時間都在投審會 所以對投審很了解 請教一下 投審會這次把這個中加案退回對不對 退回NCC 那退回的理由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應該是說投審會是做了決議 並不是說退回 是說我們把相關的疑義 請NCC這邊再做進一步的釐清 是 那你們有什麼疑義 據來是依據外國人投資條例第四條 就是它有關於 投資人如果提供 投資失業一年起以上的貸款的話 也會視為是投資的範圍 另外就是 依照公司法十五條的規定的話 就除非有意義往來的話 股東之間是 公司不可以把他的資金隨便帶給其他的股東 或其他個人 那也說針對這兩個疑義的部分 我們投資會的委員會在討論過程裡面覺得說 並沒有得到釐清 所以希望說能夠進一步釐清 來 主委 請教一下 投資會他講得很清楚 他委員兩點 那麼現在接到這個退委的案件 那麼請問一下我們的這個 委員會 我們通信傳播NCC 有沒有什麼樣的處理辦法 跟方向 好 謝謝委員 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做一個說明 首先就是說 其實報上有很多相關的這個報導 那事實上通傳會從之前到現在 從來沒有說過 也沒有做成任何的決議說不審 或者是拒絕審查 所以這個我一定要非常明確的做一個宣示 報紙寫的是不正確的 應該是說有解讀上 解讀上 那當然因為通傳會之前有一個行政處分 所以我們就是依照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有相關的規範 針對違法的行政處分 或者是合法的行政處分 會有相關的行政程序 來有所依序 所以你現在怎麼處理呢 我們現在其實 在通傳 在那個投審會提出 這方面跟投資架構實質投資有關的 一億之前 其實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 在過去審查的時候 申請人 並沒有把完整的資料提供給通傳會 所以事實上 我們本來就已經正式發函給申請人 希望他把所有的合約 以及相關的附件 都要完整的提供給通傳會 才能夠進一步 就實質投資的架構做相關的認定 所以只是叫他補證而已嗎 補件 目前為止 我們依照行政程序法 請他把所有完整的文件提供給通傳會 那我們委員會就會來做相關 這事實上是調查行為的一種 是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會不會再請教調查更多的證據 要是事件的發展 因為事實上 合約跟附件一定是合約的一部分 完整的附件跟合約 才足以做成實質關係 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的認定 那當然 投選會提供給我們的意見 這裡面包括投資的定義 因為外國人投資條例裡面 對於投資跟這個 一年期的借貸 貸款試同的投資 當然 這裡面會牽涉到 很多不同法律裡面 對於投資的認定 這個到時候 我們針對事實 理清楚之後 就會就法律來做認定 好 除了再請教一下 最近是不是平埔要招標對不對 那請問平埔的招標的部分 那麼我們知道以前 每次招標完了以後 就產生了平埔之間的戶卡 造成了官司 甚至造成不安定 那麼這次平埔的招標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配套措施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針對明年度要釋出的這個平埔的規劃 事實上我們也 從之前 就已經非常關注跟交通部 參與跟交通部有關的這個平埔的規劃 那同時我們也會 參考國際的這個 發照的這個規劃 然後同時委託專業的團隊 針對釋出平埔的部分來做規劃 我相信 以過去的經驗來說 應該可以避免之後 做戶卡 應該可以避免這樣的狀況 那同時也跟委員補充說明一下 在之前二級市教授 曾經有委員說過的這個情形 那我們委員會也在 9月份已經非常積極的把 之前有所謂的委員提到的這個狀況 已經透過這個 協調業者 同時透過營運計畫書 跟系統建制的這個變更 已經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 那同時這樣的一個解決 也有助於明年二級整個全面終止業務之後 可以讓消費者能夠平順的能夠轉移 是 我知道你們就是以後就是給一家 就專門負責二級的 是嗎 適合這種計畫 嗯 這是一個自然形成的狀態 對對對 你不要279億 339億 488億 這是變155 150億會不會變得太低了一點 你都抓太低的目標 這個就如同我在院會的時候跟委員說明的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是委託專業的團隊 當然他有一定計價基礎啦 不過每一次的視照都有不同的時空環境的考量 委員看到那個很高的價格 可能是91年的 而且之後4G也已經做了兩波了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 就這個專業團隊計算的基礎作為一個基本 那之後其他的就依照這個市場的狀況來競標 最後問題請教主委一下 就在6月1號執行NCC所有的總委員 那時候叫總委員 那麼大家都贊成說我們要鬆綁對不對 結果我們有一個委員他不反對啦 其他都贊成 那現在就是請問一下這個鬆綁的部分 我們請問一下這個有沒有最後的結果 跟委員說明一下 其實也 其實那位委員也不是說 完全反對 而是說我們要怎麼樣 我相信委員提出這樣子的一個目的 最終是希望能夠創造優質的內容 所以我們其實委員會的認同是覺得說 要促進優質的內容不一定只有置入的手段 這是我要先講的 那委員所關心的這個議題 因為廣電三法的修整 所以我們現在非常積極的在制定相關的執法 其中有一個執法就是有關於電視節目跟 這個廣告的區隔 以及置入性行銷的這個 贊助全民叫什麼 贊助的相關的辦法 我們已經經過兩三次的討論 應該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可以對外公告 然後徵求外界的意見 好 我們希望能夠大量鬆綁 我們看到太陽的後衣 它周邊達到五百億的這個產值 其實韓國他們是有計畫的 他們不是單一的 它就任何一個計 就表示說他們產品就跟隨上來 所以就造成他們的大賣 我想我們最多限制都限制到自己 而不是限制到外國這些 韓國這些韓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人家韓劇 這個一級最多我們的一級就花兩百萬 人家他說幾千萬再花 上千萬再花幾千萬再花 所以他們的品質就比我們的好 所以造成他們收視率很高 你可以看到平均都破20% 那我們的收視率都一點幾% 1.2% 1.3%都非常低 所以注意 要大量鬆綁 我以為我們相關的辦法裡頭 就有朝這個方向 不過其實置入還是要有技巧 那個節目還是要好看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整體的來 從各個不同的面向來提升 我們這個相關的節目內容的這個品質 對 我想可以看到說 他們這個主演你聽過哪一部 韓劇你聽過哪一部 我看電影比較多 本土劇有沒有 但是我也都有關心 本土劇有沒有 電視劇嗎 本土的戲劇有看嗎 本土的戲劇有啊 像那個滾石愛情故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收視率都很低 所以當然就是沒有資金的收入 他們就很難用錢去堆積更好的品質 是 我們也希望能夠導入更多的資源 能夠來協助內容的Content Provider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鄭寶欣委員發言 繼續請趙鎮宇委員發言 買啊 買啊 謝謝主席 請主委 好 請詹主委 謝謝 謝謝 鄭寶欣委員發言 您的資料做的真的比較詳細 表示說 你對這個NCC這個業務 你剛進來就很進入狀況 每個同仁把資料都寫得很詳細 這個下次也繼續 我們那本資料 我們會帶回去看清楚 裡面有些什麼資料 我現在看了半天 我說原來NCC管這麼多東西 所以說這個報告還是很重要 那個沒有寫得很清楚 我們委員 像交通委員這麼大 那麼多個單位 我們還搞不大清楚 那我再問你一下 主委 那個NCC是不是獨立機關 依照我們的組織法 我們是依照法律來獨立行使職權 是嗎 那你認為是嗎 不過他還是在行政院的一個機關 機關 但是他是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那 剛才投審會退這個資料 你剛才說不是退來 就是因為他可能一些問題要講清楚 說明白 那我是個人認為 這個施政 第一個施政要一貫性 這個施政要一貫性 不要前後不一 這個我認為這樣 第二個 不要讓人家有反傷的感覺 像這個 這個這麼大的案子 我們應該要盡速開始完成 第三個 盡速依法審理 依據我們的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審查重要案件 那以兩個月為限 這兩個月請你要做好 那超過兩個月 兩個月最多也只能兩個月 這規定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講這個 這個是大家都在期待 都在看的東西 這個為什麼今天很多人 就是要聽主委講清楚說明白 那我也不要耽誤那個時間 因為你剛才跟我們政委員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程序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你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手機 這個不是民國出 你麥克風打開 你又關掉了 好 你看樣子有沒有看過 這種樣子的手機 樣子有看過 這個是成幾機的 這個我不是很確定 這是很久以前的那個 舊型的2G 舊型2G的 以前也曾經用過的 這個8 我記得 81年 79年還80年 開始那個 類比式的那種手機有沒有 大金剛 那個81年還80年開始 那種大金剛 對對對 那個大金剛 那大概你還小啊 沒看過那個 那時候我已經有用過 那你們很高興 謝謝 那個我還記得 我第一次用那個電話 哇 這個很特別 但是 那個天線這麼長 還要拿出去去聽 那現在這個手機2G 我們第一次開始一定是2G 那現在都3G 4G 從3G開始 我們大概就可以上傳一些Line 或是網路 那你覺得2G被迫升到3G 4G 尤其是4G 那口袋的鈔票會不會也不見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那用量啦 從117萬2G 現在已經算到現在53萬了 將近一半了 還有一半的人 還沒有改4G 那主委 下一個 那主委 那主委你覺得 這個費用 你覺得合理嗎 第一個 中華電信2G的喔 是88塊 台灣大哥大是66塊 遠傳是165 下一個 你覺得這個價錢會不會差很多 那現在這個就是4G的喔 4G的價格 你看 中華電信是236塊 台灣大哥大是399塊 遠傳是599塊 你覺得這個價錢會不會差很多 我想這個部分 是因應它使用的內容的不同 因為2G跟3G比較多 還是在這個語音的服務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 委員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針對2G中止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特別 我們這個整個行動方案喔 其實有針對業者 針對消費者 也有補助嘛對不對 應該是說我們有請業者要提供 如果只有需要用1G的 我想這個已經講很久了 那婆婆媽媽有沒有用2G的啊 對對對 欸這個還可以用喔 這還在用喔 這我是跟隔壁阿婆借人 是 我說你也沒 沒什麼人打給你 就先借我一下 我自己也沒有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那你今天那個婆媽媽跟我講 欸你現在玩那種的喔 我只要等能打能收就好了嘛 對 你LINE給他他也看不到啦 是 你寫簡訊給他他也看不到啦 是不是 你現在花那麼多 要被迫他升級到3G 4G 不要說3G 3G已經淘汰掉了 4G啦 強迫到4G 那剛才講到費用 你也看得到差這麼多 那老人家 我現在花那麼多錢 又有電話費 是不是 那你 那你 你是不是覺得說 那今天這個2G 你要如何來解決 讓他全部來換到4G 那災害即時通報有沒有 要4G才有嘛 你也很清楚嘛 對 那讓這些婆婆媽媽 費用不要基本費這麼高 你NCC要管一下 讓他升級有沒有 是不是 那如果他沒有用到這種網路的嘛 比如說他沒有 沒有網路開通的嘛 很多人都沒有網路啊 他不要網路啊 他可能是 他去那個回到家有沒有 他是有那個那個 那個有LINE啊 還是用其他一種方式有沒有 他那個可以 可以另外一種方式 他不要上網嘛 上網太高了嘛 對不對 你現在這種方案 要現在吃到飽 這個什麼寶可夢啊 現在很流行的對不對 那今天為什麼會從2G 跳這麼快這幾個月 我剛才講的 有沒有看到數量有沒有 突然增加 那大家要抓寶嘛 那抓寶 趕快 那是年輕人啊 你反而用這個東西 反而速度他比較快 然後他把它升級到4G去 可是剩下 你沒看到53萬左右用戶 可能就不是這些人喔 就可能就是一些 婆婆媽媽 他本來就是要用通 他本來就是一個 通訊的一個用途而已 是 所以你今天金額這麼高 讓一些婆婆媽媽 認為說 哇我今天卡要多少錢 我剛才講的 他要去換這個事情 好像被強迫的樣子 所以你的看法 這樣絕對消費者公平嗎 委員您剛剛問到的是重點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這屆委員會 其實有非常全面性的 在9月多的時候通過了一個 這個叫做2G的行動服務的中止方案 這個裡頭其實就有特別請業者 針對如果只有用語音的 或者是說他有數據比較多的 或者是既有語音的需求 又有數據的需求 其實希望他們能夠提出多元的方案 供消費者來選擇 那在這個現在還有50多萬 到明年應該還會再降低 可是真的有人就是比如說 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或者說他真的是沒有其他需求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就是這時候怎麼辦 就是我們也有配套方案 就是針對現在因為2G的這個一直網路 可以繼續使用 所以我們也要求就是說 希望業者能夠提供 到時候2G如果轉4G的時候 要維持相同的資費 好 要維持相同的資費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在整個行動方案裡頭 都有跟業者跟這個對外 也要讓消費者知道有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所以其實從現在開始啟動到明年的6月 也已經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們會非常積極的來溝通協調這些事情 把委員剛剛提到的關注 都把它納進考量 我們那個標的案 你也知道 這個價格有沒有 都是倍數的 還230%以上 那個時間不一樣嘛 那個時空環境 你最少也90幾 45那是之前的 不要講了 幾乎都是快超100了 是不是 你今天電信業者花這麼多錢 弄這個東西 現在又要弄到寶可夢 又要吃到飽 現在大家都吃到飽了 以前還沒有 以前可能說我可能用到 我才會去用這個吃到飽 現在吃到飽的數量真的是太多 太多人在用 你會不會排擠一些正常在需要 這個上網的人 他速度會變比較慢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他們都跟我反應說 喔 寶可夢一來哇 他們的速度慢了 你知道嗎 手機速度也可以慢 我自己也上網看 他手機的速度也慢了很多 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另外有一個approach 就是針對上網品質 上網品質的這個監測 就包括4G 3G上載跟下傳 上傳跟下載的這個相關的速率 我們也持續有另外一個program 在監測這樣的一個品質 而且包括rural area跟urban area 我昨天上網找一個東西 盪了好幾次 之前不會 在桃園嗎 對啊 那你是不是覺得說 我就請教一些人 那可能就是我們的吃到飽 有沒有太多了 客戶了 可能一剛好集中在一起在用 有沒有 他沒有辦法去消耗這個有沒有 有關這個部分我們也會 要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 那你今天這個是價格標嘛 對不對 所以價高者得嘛 是不是最高 我聽說你們最近要弄一些 弄一些有沒有 要釋放一些東西出來 你們是用評選的 那你現在是公共工程委員會 學他們是要弄評選的 對不對 委員真的是11T嗎 我不要講什麼 這個 好 我覺得還是價格標最安全 最沒有問題 價高者得嘛 我們財庫也可以有沒有 收益 政府收益也比較多嘛 是不是 也不要讓人家覺得 外面傳 就像那個人家推過來 推過去你們這個 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 就可能說 可能有外資啊 或是他有借貸嘛 是不是 讓人投審會認為說 這個可能有問題 人家以為 你這個好像NCC就不公平有沒有 有點內線交易還是如何有沒有 那你會感覺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價格標還是最好的 委員這個部分喔 事實上 預算法跟監察院也都有相關的 對 那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剛剛也特別說明 就是說原來規劃的方式 事實上 委員會是有一些不同的考量 所以我們現在針對這個部分也非常密集在檢討 跟這個調整 那必要的時候我們也是要抱怨在 對 最重要還是你們執行單位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委員會人家認為 因為你這個很久的單位嘛 也不是今天第一天這個單位 這個讓人家外面 我剛才講得很清楚 讓人家外面說 你這些評審的人 為什麼我常講那個大型的 你是用評選沒有關係 你基層的東西 你就不能用那個評選的 你一定要價格標 為什麼 因為這個評選的 他容易操縱一些人的手上 你也很清楚 所以說特別跟主委要說明一下 特別要擠的 委員的建議我們會納入同派的考量 謝謝 好 謝謝趙正義委員 我們繼續請陳歐柏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邀請單主委 好 請單主委 謝謝 主委齁 這次美濟颱風 災損嚴重 也造成台灣全國各地呢 修兩天的連續的颱風假 昨天院長特別趕到宜蘭 看宜蘭的災損 那災損的地方 看著視察地方在三星鄉 那三星鄉這個地區呢 過去我曾經當過鄉長 我在本委員會多次提到 這個他那邊通信不良 那一直要求我們NCC 要做處理 那前任的實主委也跟我保證說 有去做改善 可惜我昨天去的結果呢 連行政院打給我的電話都不良 更何況其他網路的一個手機 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落實照顧整個偏鄉 我再次強調 偏鄉的地區呢 在我們現在這個通訊的一個發展之下 應該多多照顧 電視收視不良 那通訊也不良 那很多在連續上緊急事情上 絕對造成很大的困擾 這次基地台全國有 一萬三千七百座的基地台毀損 那宜蘭縣因為這次風很大 所以也有108支的電線折斷 那傾斜大概有六七十支 所以大概這個情況 大概也是造成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NCC要重視這個全國 這個我們國人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 資訊傳播的一個公平性 那對於偏鄉不足的部分要加強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在執行這個 NCC的執行業務的時候 因為我們過去到現在都一直 強調一個所謂的一個收視者的一個潛意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上個會期 我們草野協商要求分組付費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結論 那在去年的12月4號呢 那各黨團同意有關有線電視分組付費的原則 其實相關辦法由NCC 於六個月內訂定 送立法院審查 請問一下主委 這個相關的辦法 訂定了沒有 什麼時候會送出來 那是不是層如你們所宣稱的明年一號 明年一號要來實施 好 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跟分組付費有關的議題 事實上有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就是說 針對新進的業者 事實上就已經有分組付費相關的配套 那針對既有的業者 也沒有錯 就如委員說的 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廣電三法修正的時候 確實是有做成一個決議 要求通傳會 針對分組付費要提出相關的辦法 那在我們這一屆的委員會到任之前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在六月 應該是六月的時候 六月八號的時候 已經有做成一個分組付費的行政計畫 已經送到委員會這邊來 那當然我們其實 委員會 就本屆委員會 其實我們在看這個分組付費的時候 事實上也是有一些想法 不過事實上 現在已經有一個計畫送在委員會 那必要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另外專案的討論 或怎麼樣都可以 我想分組付費是朝野高度的共識 那這個議題也討論了 這十幾年了 也應該做一個 國人一個交代 我希望說這個支票 不要跳票 在你詹主委 今天大家其實對你的報告很肯定 這是你第一張支票不要跳票 那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那談到分組付費 我們就是要捍衛消費者的權益 才要分組付費 全世界先進的國家 大部分都有分組付費 我們也了解 所以這個政策去執行 只是說到底怎麼樣奠定 他那個 確保這個收市 收市 收市戶的一個收費 跟還有品質的部分 還有節目的內容 這個我們去怎麼樣去奠定 那NCC要向消費者提供 詳實的資訊說明 那避免不對稱的一個資訊關係 那我期待 這個你這些 我們目前出來的這些所謂的一個 基本普及組跟基本套餐組 這個定義要很清楚 讓消費者能夠自己選擇 自由選擇這很重要 但是你資訊要對稱 所以這一點 這個要就這樣 還有之前有承諾要有七天見賞期 不曉得主委你對見賞期的看法怎麼樣 這個部分 站在消費者保護的觀點事實上 是應該要通盤來考量的 我想這個部分目前為止是 對 因為主委 沒關係 我們這個整個分組付費的行政計畫 事實上 我覺得剛剛委員講到一個重點 這個給消費者七天見賞期 是上一屆主委的一個承諾 那你們如果不這麼做 我也沒有什麼話講 但是要有一個理由 我覺得這個民眾的權益 我們要了解 不能說做這個 就基本上的一個一個 你們對這個立法院的承諾也好 對鄉親的承諾也好 這個都應該是照顧這個原則 是我想把選擇權給消費者 同時提供消費者充足的資訊 我想這個是最基本應該要能夠做得到的 好 分組付會之後呢 頻道上架的問題也會更複雜 這個才是你們的難題 我先提醒來 先提醒你 所以那個 未來要誰要到基本普及組 或者誰要到哪個套餐 這些都是重要的焦點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立法院都很開放 我也是希望你及時廣義 是 那我們新任的NCC的委員 也應該大家能夠把你們的這個 我常常過去對我們NCC比較重的話 就是他沒有一個魄力 沒有一個魄力來捍衛消費者的權益 而是看到財團的腳都軟了 過去我這樣講 我不希望我 以後 你留給我的印象是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 這個 不要說靠關係 靠哪個財團跟什麼 高層的什麼關係 來決定這個 這個這些的所謂的 這個頻道上架的一些標準 或者是 列別 那這些 這些 這些的一個 這個複雜的因素 你們要送我去考量 是 接下來我要跟你討論一個是 我們上一屆 大概現在應該網路比較少流傳了 就是說台灣的這個三大亂言 你知道哪些嗎 三大只有三個嗎 台灣三大亂言 不是你講的也不是我講的 你知道的看到新聞是嗎 哪三大亂言 看從什麼 你不方便講我講 第一個是政客 我想你也不否認 第二個是媒體 沒有幾個人敢承認 今天媒體也在場 但是事實上這個是人家講 第三個是什麼 名嘴 台灣三大亂言 這是民眾講的 所以我身為一個政治人物 我應該更自我檢惕 那你身為一個管理媒體的NCC 你也要自我剃力 那剛好 剛好 趙馬興委員也提到 這個 眾所矚目的福大性侵案 今天進入司法程序 讓我要了解說 這個案子 是不是違反新聞的自立原則 是不是 這個案子 有未審宣判的一個嫌疑 那NCC如果獨處 如果這個處置 是 跟委員說明一下 報告一下 就是說針對這個個案 那事實上在台風的期間 那他是去上了這個特定的一個節目 那我剛剛已經有說明 就是說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通傳會 其實有兩個措施會來處理 第一個就是說 當天已經請這個新聞自律委員會 一定要來看這個案子 就是說是不是違反了這個自律 那由他們內部去做一個自律的處理 另外就是說 針對內容的這個 要怎麼樣 我們也會安排我們的這個 專家學者來針對內容的諮詢來做 因為他這裡頭牽涉到的法令會有 可能有個資還有性侵害的防治等等相關的法律 所以這個案子 你們現在處理 受理處理當中嗎 是 我們已經在處理了 你們在處理 我們已經交給自律委員會 同時我們會安排 諮詢委員會來做內容的 所以你們這個案子 沒有說給這個媒體 去答覆 是不是 對 你們有要求他們答覆嗎 沒有 這個部分是這樣 委員提到的可能是針對到整個的申訴的機制 就是說我們針對整個相關的這個申訴的機制 事實上是有另外一個比較更大框架的一個申訴機制的處理 那在過去申訴的機制都是把它分類 就是說只要有人寫個信來說 我可能覺得這個節目言論比較偏激或者怎麼樣 那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對內容是不審查的 通常會絕對不就內容審查 因為這個部分是由內容是由業者節目自己來做這個編排跟這個處理 那針對那個部分就會把消費者的意見轉給業者 所以你們處理案件有的是民眾檢舉申訴的 你就交給業者去答覆 那有的是你們看到這個事態嚴重 你們主動調查的 是不是 那我跟委員補充說明一下 情節動大就是你們調查嘛 對 那針對申訴的部分 那這個案子是他們 他們你們看到媒體這樣講 也有人申訴我們也有看到 也有人申訴我們也有看到 對 那針對剛剛委員提到的也讓我有一分鐘可以說明一下 就是說針對申訴的機制 事實上從消費者保護是一個法義 但是針對多元的文化 甚至有一些政論的節目 或者公共性的議題 也有在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針對一般消費者的申訴 是不是每一個都喊轉 還是說應該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現在也在做一個制度的革新 那個主委我提醒你 近年來這個傳播內容申訴案件 倒爭 你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嗎 就是言論的激化 不是 是因為NCC的消極作為所導致 NCC的消極作為導致啊 主委啊 主委啊 現在 當然是民意高漲的時候 多元化的一個社會 所以 但是我們受理的案件 是逐年增加 在102年的時候增加 增幅達到448.24% 那有關傳播內容的申訴 CCC 它的處置方式怎麼樣 然後 為達成傳播內容申訴網 成為公民與媒體對話平台之目標 未來如何規劃 那個主委你先不要因為時間有限 好 我再給你提醒 就是說 類似的案件很多 我最近也收到我們那個 民視的一個 一個 一個直播的節目 他跟我講到 這個 曾經收到 我們 NCC 韓轉民眾申訴三件 三個韓件 那 我不曉得 因為你們說 這是單純的韓轉 到底你們韓轉是警告 還是 還是提示 還是認為他們真的很嚴重的話 你們應該怎麼處理 剛剛講 你們是認為說 我要強調說 民眾的申訴案件 你們怎麼處理 如果是一致的標準都沒話講 讓所有人都公平嘛 不要說民眾申訴你就傳給 這個要求 這個節目 製播台 就要提出他說明 那有的沒有 有的有 有的你們主動調查 所以你們要有一套的標準 好不好 這第一點 那個主委 先你時間 再給我一分鐘 第二點就是說 這個 案件的處理 爭議會越來越多 之前我在 委員會裡面我提到 像韓國 他們都有一個 一個仲裁的 一個會議 委員會 對不對 不是你們現在獨立機關 你們要怎麼做 怎麼做 到底問題是出在你們頭上 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要檢討的部分 我之前也提過 最後我提到一點 也是我個人來給你陳述的問題 最近這個 好幾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說那個 有一個大陸 有一個很流行的 第二劑 就有1761萬支手機 佔市占率全世界5.6% 叫OPPO 手機 而且是我們中華電信 營業處公然在推銷的手機 那問我說我沒有投資 我沒有股份 那這樣有沒有造成我個人的侵犬行為 去了解一下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大陸的手機進來這裡 台灣 我們的市場率這麼高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整個 這個這個通訊產業的發展 這個你要去注意 第三點 這個NCC 對於這個 這個手機的使用 一定要有一定的規範 否則的話 這個 這個我造成我個人相當的困擾 人家都認為陳羅伯大陸的投資 這品牌都是OPPO 對不對 這個是 我希望你能夠查清楚 如果是你們在審的時候 也應該知道我啊 有這樣的委員要問我 你問我一下意見怎麼樣 對不對 你都沒有告知我 以上說明謝謝 我來了解一下 謝謝委員 謝謝陳歐伯委 接著請劉招豪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要請詹主委 好請詹主委 我想接續剛剛所說的 就是NCC扮演這個在 身為我們傳播媒體的主管機關 但是對這個傳播內容 您剛提到說有一些新的做法 一方面也不能去干涉言論自由 也不能去影響到我們言論的多元性 但是又身為一個主管機關 如果對一些比較偏離的亂象 也不能說視而不見 那你說新的做法 在這當中要怎麼去拿捏 具體一點 這個是我附帶 你也想一下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跟內容有關的事情 其實基本上 我們還是不做介入跟審查 那所以以廣義來說 它是屬於內容治理的範圍 那治理的範圍 它就會分成自律跟他律 還有法律 好 我簡單這樣講 就是說主委你說新的做法 就是說跟之前的做法 不一樣的地方 還是說延續之前的 前幾任的主委的做法 好 那具體不一樣的地方 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針對消費者申訴 過去就是以消費者申訴的方式來處理 可是有一些 它會跟言論自由跟公共性有關的 我們就會讓它在這個 言論自由的保障 可能會跟消費者的權益 中間會有一個衡量 不一定每一件都會韓轉 或者是說我們就會請這個業者 或者就會請消費者直接去跟業者申訴 就我們不需要在中間去做一個sensor 那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剛剛提到的一個申訴的平台 因為有一些機制其實是透過公共的輿論 跟這個技術可以達得到的機制 透過那樣子的一個平台 那事實上在上面就可以去做直接的回應 所以比較具體的當然就是在這兩個部分 那長期來說可以怎麼樣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有更好的機制 我們會再邀請專家學者再來做相關的討論 謝謝主委的說明 我想這是一個兩難 因為實際上沒有現在的國家的機關 就是民主自由國家沒有一個這樣的機關 可以有辦法能力大到或全力大到去管制這個言論 但是好像我們大家對這樣的有一些比較脫序的現象 又期待政府能扮演一定的角色 不過這就兩難 我們期待剛剛主委您想說有一些新的做法 那我們也期待你在這當中取得一個平衡點 能夠來實行 另外本席再請教你 在這一兩年內 就是說NCC有沒有這種試照 就是說拍賣頻譜或試照等等相關的計畫 有沒有 有 就是其實在業務報告裡頭有提到 就是說明年度我們會有這個4G第三波的試照的任務 那我們還是採取的方法還是 投標高的人 拍賣的機制 拍賣一樣嘛 拍賣就是我們沒有 目前是朝這個方向還要再做細部的規劃 主委 就是說我們在之前就是說我們拍賣 這個從正面來看政府一定是增加收入 拍賣高的人 就像我們上一波該賣了大概我們就一千多億 有一波4G第一次的時候拍賣頻譜一千多億 對那個對政府來講但正面來講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收入 但是我們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常常被拿出來被討論就是說 這些這些價錢就會轉嫁給 那毫無疑問都一定會轉嫁給消費者 那第一個 第二個 那就得標的業者來講 他為了要能夠比較迅速短期能夠達到開台的標準 而且對他整個營業來講是比較有大的利潤的話 他一定會投資在集中人口比較集中的地方嘛 比如說北部地區因為人口集中他比較好投資嘛 他基地台設立就比較多一點能夠使用嘛 那我覺得本席在這裡還是要跟你討論說 新任的主委 有沒有什麼想法 在這個拍賣頻譜 在增加國家稅收跟保護消費者的立場當中 第一個你要有一個新的做法 第一個 第二個 對比較偏鄉的地區 偏鄉地區 如何在整個拍賣 不是純粹用商場的商業機制去衡量 能夠來保障這些比較偏遠地區 或人口比較少的地區的現實 比如說包括我們的東部地區或陳主席的 陳委員的離島地區 在這個方面要有一個機制啦 不然這件事情我們每次都拿出來討論嘛 不然生意人他一定會將本求利 企業家他將本求利求利 我買這麼高的金額 當然我要迅速回收的話 我都投資在比較人口集中的地方嘛 周圍有沒有什麼樣的做法沒有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基本上我目前的看法 當然我們之後還要再研議 我個人的看法是覺得說 因為預算法 因為其他的原因 所以我們在拍賣上 確實是有比較商業機制的考量 那來投標的人 他也會從市場的價值 他的這個營運的計畫 還有他未來的營運的規劃 跟他的business model去做處理 這個是比較在商業面的考量 但是配套上 因為事實上寬平 世界的趨勢來說 也慢慢認為他是一個禁用權 也接近於人權 所以在這個部分 但是如何這樣的一個禁用權 也不要過度去干預到商業的機制 可是我們配套的部分怎麼樣去加強 我個人認為應該在這個 比如說他的基本設施的普及力這部分 要加強他在比較偏鄉地區 而且那個不能放在他要營運的許可的 比較屬於道德性的規範 應該有點要有強制力 強制之後他才有可能 把他的投資放在比較普遍性 放在比較偏鄉地區 也就是說以商業的機制 運作的情況之下 怎麼樣用一些配套的方式 我們之前的那樣的規定是比較 道德性規範比較強一點 就是說我希望你這麼做 但是你如果沒有這麼做的話 你在其他地區 比如說我認為你覆蓋力要80% 我希望你偏先要多一點建設 但是那個是屬於比較 道德性的規範 他如果沒有做這一項的話 他事實上還是在開台 他還是在營運 他頻繁到時候他還是在營運 因為他人口集中的地方 他覆蓋力在我們全部人口 很容易超過80% 70% 就這一點 我要主委這個新任的主委 新任做法 就是說就像您剛講的這個通訊 特別是無論是有線或無線的通訊 這個已經是普世認為 這是一個基本的金用權 包括我們資訊的取得等等 是一個基本的人權 特別是我們前幾天發生這樣 颱風的話 更顯得這種通訊的重要性 要不然有時候沒有辦法這樣普遍性 獲得這些相關的資訊 主委 是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在這個試照的規劃裡頭 是可以朝這個方向來通盤考量 同時在相關的管理規則裡頭 我們會來考慮 好不好 我們期待你一個新的做法 某上面那個 招標規範或營運許可的計畫書的審核標準裡面 就照本宣跟照單全收這樣照抄 好不好新的一個做法 從現在到年底 我們會非常積極的來做這件事 另外主委有本人對你的本席 對你的一個期許就是說 你新任主委 我們一直期待N4CN扮演一個角色 就是說 我們現在去申請電話 然後合約書很多 然後費率很多種 然後密密麻麻 像我本人是念法律的 不過那合約書我從來也沒有從第一個字開始看了 也不知道就去多少錢就簽名了 就辦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N4C應該扮演一個角色 就是說 你要一個平衡的 一個平量的標準 你現在業者常常廣告 或者他說的 無論電視廣告或平面廣告 他講說我們這個上網的數率是多少 品質是多少 實際上消費者是很弱勢的 我們根本沒有那個工具 或者是管道任何 所以說他廣告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很困難 民間也沒有這種機構 只有業者自己講的尊神 就是說我們這個通訊 這個多少都幾G啊 什麼等等這樣子 那N4C有沒有辦法 因不是有沒有辦法 因期待N4C 要求N4C要扮演這樣角色 你要告訴我們說 這個業者講的品質 它是什麼時候可以達到 是什麼時候 狀況之下它是達到這樣的通訊品質 那我們才有辦法去花這筆錢的時候 做一個決定嘛 啊不然台北共我相信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消費者 一定是只有 只有從那個 他付得起付不起那個 那個價格來決定 實際上他根本沒有辦法 無從判斷 現在在坊間上這個各大通訊業者 他哪一個講的是真的 哪一個講的事實上他是 達不到的 對 事實上委員提到的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以通訊傳播基本法來說 本來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也是通傳會很重要的一個責任 那 或許過往 先不談 但是 之後我們會把消費者權益的部分 也來做一個 你有沒有一個行程表 我舉個例子來講 也在講說 他們上網速錄怎麼樣幾秒幾G等等 他到底是標示的是在 都會型的地區的速率 還是會標示在哪一個狀況之下的速率 這個事實上都沒有標示清楚 我想資訊的揭露 只要我們有在做檢測的資訊的揭露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然後接下來看什麼部分要再加強 我們會來相關的處理 那至於合約的話 是定型化的合約 我們再來看怎麼樣來檢討 主委 上任三個月嘛 差不多 不到兩個月 就我在本席在今天 我們第一次的在委員會的質詢 就是說 對你的一些期待 那之前 之前的主委大家 有各自努力的地方 大家琢磨的地方 那本席在要求這裡 你要扮演一個 讓消費者 至少我們可以從NCC取得 一個充分資訊的一個管道 那我才有辦法去決定說 我到底是要吃到飽 還是要買多少錢的費率啊 不然我們大家 消費者很困難啊 我覺得那不可能 那就我們也不知道買多少費率 我們也沒有那個工具去檢測 也沒有一個管道讓我知道說 他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個都是很 很平印象的一個數據嘛 是 跟消費有關的資訊的揭露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本席要求主委你把這個列為 你這個一個市政的重點 還有一個期程表 希望說你要要求業者 在什麼狀況 要來逐步改善 還有資訊的揭露等等 我們希望主委你能夠做到這樣一點 另外因為時間的關係 本席再簡單的請教一下 我剛才你在報告的第七月第八月裡面 有提到廣播的這些許可 我們說全國性還有區域性的廣播許可 你要採取先審查後進駕 然後涉及性的廣播的許可要採取先審查後抽籤 這個到底是一個既定的政策 還是你們還沒決定啊 我這個跟委員說明一下 你們前後混是矛盾的 就行政院是這樣決定 你們後面又說 我們這個要採取哪個方案 你們目前還在研究當中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就是我剛剛特別說明的 第11T其實大概規劃到現在 已經有很多年的時間了 那103年跟104年分別有抱怨 那我們其實委員會現在8月1號之後 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機制 可能有一些應該要更通盤 我們會來調整 簡單講就是說 簡單講說行政院104年的11月的韓復 你們認為這個還有商缺 還有在商缺的一地是不是 所以這個到底是先審查後拍賣 或先審查後抽籤 這個還沒有確定 包括視照的方式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確定 你們在研究一個 希望可以再抱怨來 你們還在研理一個比較周全的方法 是不是 但是我們會在很短的時間 這個還沒有定案嗎 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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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劉正好委員 繼續請林俊憲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本席邀請詹主委 好 請詹主委 請詹主委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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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投審會那邊可能等一下可以說明,它其實並不是一個退回 通傳會從之前到現在,我們委員上任之後也從來沒有說過不審或者是拒審 而是在行政程序法的情況之下,我們要充分的來調查相關的事實 那如果說實質的投資的結構跟實質我們認定出來的這個法律關係 確實是有違反到黨政軍,那當然就以黨政軍來處理 所以,那等於NCC會再開會來審查了 目前為止,之前我們就已經發函申請人再提供相關的資料 因為針對這個申請人,也就是摩根史丹利 他在過去並沒有把完整的資料提供給通傳會 如果史丹利以前沒有把完整的資料提供給通傳會 那以前的通傳會怎麼會通過呢? 這個部分我現在暫時不去探討 但是就是說至少就我們本屆委員會 我們會覺得說這個東西針對實質投資關係的認定是重要的 好,那未來的黨政軍條款會變為唯一的考量嗎? 如果你這麼講的話,如果這個法條 因為我看到在詹主委你上任以後 新的會流無法裡面好像有一點變動 因為在新的會流無法裡面 把黨政軍條款這個部分回歸到政黨法裡面去,是不是這樣? 沒有,跟委員說明一下 會流法是這樣,就是說因為廣電三法年初才修正通過 那針對黨政軍其實還是放在裡面並沒有去做調整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我們認為 社會的共識還需要有一些討論 所以並沒有特別針對黨政軍要去把它拿掉或者是放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黨政軍的條款現在都還是在的 都還是在 那未來在新的會流無法裡面 那這個規定還會在嗎? 目前為止並沒有 還是有什麼樣的變動? 目前為止並沒有去變動它 是目前啦 對啦,那未來 未來在我們年底之前會提出的幾個版本的草案裡頭 也沒有要去動到它 但是這個部分我覺得中長城來說 站在我從產業來的立場 其實是應該要好好的來看這個議題 那你知道之前曾經有幾個變動的提案你知道嗎? 瞭解 因為現行的規定啦 黨政軍條款是政黨或政府 以及它相關的基金也好 附屬單位 都不能投資啊 只要擁有一股啊 那你這個公司就不可以去經營媒體 上一任的14號主委啊 提出一個修正 就是黨政軍的投資 如果不超過10% 是允許的 有立委的提案啊 是不超過5% 那未來 張主委 那你的任內 這個條款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如果... 是保持現狀一股都不行 只要政府或政黨啊 投資一股 那麼你這個公司就沒有辦法經營媒體 或者是有一定比例的限制 過去曾經有人嘗試這麼改變過 那未來 張主委 我們NCC會怎麼做? 呃... 在今年底之前喔 我認為應該還要跟各方來討論 形成這個共識 那在我的任內的話 我會比較希望就這個部分事實上是應該要來討論 因為它會牽涉到未來 我們希望什麼樣的資金 來這個市場裡面投資 所以未來 有可能變動喔? 希望可以 在... 呃... 形成共識的情況之下 如果照你這麼講的話 大家來討論 那討論的結果 如果要更動 那就... 有一個... 改變的可能性了 因為它會設... 聽起來是這樣子啦 那我也覺得啊 如果看到張主委你的會流無法的那個...特別去提到政黨法 你可能是如果政黨法有相關的規範 政黨不能投資媒體 是由... 那個部分... 配套來做 來配套來做 這是一個思考的方向 但是啊 以目前來講 陷阱的法令 規定就是一股都不行 那就按照陷阱的法令來處理嘛 當然 對 所以... 如果... 遠傳這個案子 投資中家這個案子被退回來 因為它引起爭議是以再做股的做法嘛 那... 未來... 未來按G7 等於以現況來重審 就按照現有的法律嘛 是不是這樣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其實通傳... 呃...其實投審會並不是退回 而是通傳會自己本身 會針對現在 還有事實不足的地方 我們請... 從更詳盡的資料 會依照現在的... 這個黨政軍的條款 是嗎 對 按照現在的條款 其實投審會的意見啊 就是...主要就是因為 黨政軍條款的問題嘛 是 好 那就... 看NCC未來你怎麼去... 去面對這個問題了 我們已經請申請人提供更完整的資料 好 那如果他資料提供進來 那NCC就會開會來處理了 是 我們一定會依照行政程序法來... 那哪一個會先做 從審先做 再一次審查會先碰到 還是你... 等到匯留無法以後 修法以後 匯留法是年底才會提出來 我們不會... 針對各界矚目的案件 本來就應該要... 所以你還是會按照現行的法律規定 一股都不行 當然 來審查... 目前... 中加這個案子 是以現行法來處理 對 那至於未來的會留無法 這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對黨政軍條款... 有任何的改變 那就看未來的修法嘛 是 是這樣子 再來做各方的討論跟資訊 我就把你的未來的打算做法... 跟你請教清楚 另外啊 在之前NCC啊 時主委的任內啊 我們曾經跟他討論過OTT 就是網路視頻服務的問題 現在台灣有幾個大型的OTT啊 像Netflix 像來自中國的愛奇藝 尤其是愛奇藝啊 它並沒有落地 也就是說 它根本在台灣啊 它有收費的一個狀態 可是它完全沒有辦法 受到我們法律的管轄 甚至它在台灣啊 連公司都沒有登記 我們請教過前任的主委 那前主委說啊 他說全世界啊 都沒有在管制啊 就是這種OTT 他說如果台灣啊 去監管的話 會成為笑話 請問是這樣子嗎 全世界都沒有人管嗎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本質上當然我們現在看OTT 是比較focus在 它是以影視音為主的 這樣子的一個OTT 但是廣義來說 OTT其實只要是 就是在Internet上面提供的服務 包括Messenger 包括通訊 其實也都是廣義OTT的範圍 那跟OTT有關的 其實它是跟網路有關 網路它其實跟既有的一些產業 它是有些不一樣的思維 包括它是cross border 就是跨境 跨產業 我的重點 那這個部分 那我們會參著國際發展的趨勢 我想委員應該提到的就是說 有一些區域或者是國家 它確實針對這種cross border的business model 它會有一些程度不一的這個 所謂的管理的措施 包括歐盟它以單一市場的方式 它去處理access 什麼這些 所以 時間的問題 所以 戰主委 未來在你任內 我們NCC 對這個部分 會開始管理囉 應該是說 我們會注意這個趨勢 然後所謂的管理 不一定是發燥 也不一定是 也不一定是 因為跟網路有關的 它還牽涉到不同的部會 比如說要不要落地 是公司登記 是跟公司有關 要不要喝跨境的稅 它是跟財政部有關 我認為跟網路有關的議題 是跨部會的議題 那我們會高度關注跟網路治理 有關的國際發展趨勢 另外啊 其實 我再講一點消費者關心的問題 就是目前啊 我們的有線電視法 像我們只規定它的節目的自治率 但是我們對於它的有些節目的品質 內容 譬如說它有些影片 我們沒有規範它重播的次數 有人跟我說 大概幾個熱門的電影 像那個什麼少林足球 功夫 一年可以重播一百多次 這個都無法可管 我們對它的內容像這種 我們只要求它的節目自治率 但是對於它過去啦 一直以來 像現在 有的節目一年重播一百次 都不開玩笑 那目前 我們對於 有線電視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了 深入我們每一個家庭 那麼它的內容啊 我們都沒有辦法提出一點要求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 這個議題當然存在已久 那在年初的廣電三法修訂之後 針對這個節目的自治率 其實它也有更進一步的規範 所以我們現在非常積極的在處理 跟自治 跟這個置入 包括剛剛政委員關心的這個執法 那在這個裡頭 同時針對重播 過去通傳會有委託學者做一個研究 那目前為止看到的建議是說 比較建議在新播 跟這個 跟這個 政府要管管吧 這些他們都是收費的咧 而且它幾乎深入每一個家庭 那每個人每天都被迫啊 要重複的不斷看那些爛節目 我們可能會反一個方向 從新播的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自治的比例 政府要做一些 首播跟新播 對 你要提出一點要求吧 是是是 我們在執法裡頭會去處理這個問題 從首播跟新播 所以會去處理嘛 執法裡頭會再做相關的規範 另外啊 我講一點預算的問題 我們NCC啊 對於建制新世代的電波監製系統 這些其實是要監控4G的 他這個電波監測啊 其實蠻重要 他會有一些行動的電波偵測的車輛 比如說包括 過去說 考試的時候啊 怕他用電子作弊 所以考場外啊都有一些監測 會有一些行動的裝置或車輛 那這個部分 我們看 NCC啊編了4億多耶 很大一筆錢耶 準備有大概4億3千萬左右 要來做這筆錢 要來做這個事情啊 到今年為止啊 質詢率是零 質詢率是零 包括了一些什麼 共購平台的 什麼行動通知平台 我把你抓出來 NCC的預算質詢率啊 非常差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 是什麼原因啊 我希望主委你去注意一下 你的預算質詢率啊 都變了不少錢 三成 35% 27% 三成的一大堆 跟委員報告 就是剛剛那個電波監測那個 我們在年底之前就會完成照標 因為那個東西對電波監測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當然啊 你現在4G 對對對 頻率干擾啦 幾乎現在政府就沒有 總於無政府狀態啊 那個在年底之前會 你知道4G很貴你知道吧 我知道 那對4G的服務的品質 政府應該做的 我們要做他們電波的一些監測 年底之前會執行完畢 會嗎 會 好 是 好主委辛苦啦 加油了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 謝謝主席 謝謝 好 謝謝林俊憲委員 各位委員休息10分鐘 好不好 10點半 好 休息10分鐘 謝謝瓜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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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的 有了 什麼 我也好 我今天是膽子 大家都在 fig 今天見捐他有誰的擔作人 我下個會結束 跟著 對 書名直接學起來 他會跟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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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結束跟著你會結束 那我禮拜整天要跟著你講 好 謝謝 他有一些相關的事嗎 那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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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吳予他還有一晚這樣 他負負這個 他負責他 那個 對不對 現在也有一個可信 是不是 對 那當然 對大家的問題是比較不一樣 但是 我們 不會 會認為 是 要聽前列 對 大概 對 大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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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節 我不知道 因為還不太好 不太好 問題就是 生理人 跟 細節 的 至於細節 我可以 對 對 如果 我們要看他們 在 獨立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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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現在 其實 沒有在 在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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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繼續走行政程序法 對對對 對就是 行政程序法本來就是有這樣的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本來其實只要有找到我們還這麼早 我們本來也就在看過去的 因為針對大家比較溫足的案件 但是我想我本來就是 我們也同樣做過的 那但是 一向完全沒有做過的 但是我也要想說 要是 應該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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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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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以前那行政命令也沒有? 沒有啊,7月才送來 他這邊第1號喔 蛤?對 那個是我們第9屆以前啊 對啊,還沒有都要拿到嗎 是今年,今年才要送來 嗯,就去使用 所以他剛剛講計畫怎麼會算單照什麼 現在還要什麼? 現在還要什麼? 那如果計畫有傳到什麼? 沒有啊,這樣我們的快死面還不用擔心 你剛看過了? 有啊 可以買一個黨員 千萬04刀根他出現 天馬ibil審訊 黑 mee 因為來人家交流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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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謝謝 請到今天下午坐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是普通點嗎? 現在開戰線 好好看 不要再過去那裡有一個 上去 上去後面就比較 上去後面就比較好 上去後面就看 沒有 好 我們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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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這個廳範圍中鋼的武士 谢谢 好,現在繼續開會 接續發言請鄭運鵬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首長各位同仁大家好 是不是可以麻煩詹主委 好,請詹主委 主委辛苦了,還習慣嗎 我也好,還可以 當副後期日的製片比較辛苦,還是當主委比較辛苦 不同的體驗,這邊的責任比較重大 業務量很多很雜喔 責任很重大 前幾位委員問的問題都不太一樣 那我順著林俊憲委員所講到的一些台灣的電視頻道的自製節目的品質跟你請教喔 那我先請教一個中加案的問題好了 我們現在NCC是接收到投審會來續審嗎對不對 投審會有把他們在審查過程當中覺得有疑義的部分就是喊給我們 但是程序上它不叫做退 因為各自就是做各自的處分 所以你們算續審嗎 我們會 對,我們本來其實就針對調查的事實跟適用法律上面 我們本來就會 那現在有疑義的部分主要是黨政軍條款 看起來這個方向會是在 因為它會牽涉到有疑義的部分是在實質投資關係的認定 那實質投資關係的認定很自然就會導引到是否有黨政軍條款的適用 實質投資嘛,間接持有 應該是這樣,而不是直接持有嘛 對不對 這個部分還不一定 因為我們其實有含申請人 它針對原來的合約跟附件 我們看到的資料事實上並沒有完整 所以我們請這個申請人把相關合約的附件也都要一併完整的地方 意思就是說遠傳它並不一定是直接投資人 您的看到的資料是這樣 你的意思是說不完整 我們希望再把附件看得更完整 您也可以去看一下遠傳在那段爭議期間的新聞稿 是的 他們其實相當程度上有承認自己想要去持有 中家的這個系統的問題嘛 那些都會是參考的資料 這跟等一下我質詢的內容有關喔 我先跟您報告一下 剛剛我查一下遠傳的 光遠傳喔,還不是遠中集團 它的資本額實收大概是320億左右 跟我們現在媒體比起來其實相當大的集團 那這可能也造成疑慮 但是也可能造成機會 那遠傳能不能去購買頻道或系統 這個我沒有意見 這交給NCC你們去處理喔 但是你要看一下說台灣現在的 電視頻道的生態到底怎麼活下去啦 我先跟主委做一些背景資料上面的說明喔 那如果你認為我們知道不太對 主委您就請說沒有關係喔 我們台灣的電視啦 這台電視喔 從老四台的時代現在慢慢的 大家覺得威脅是來自於OTT的嘛 那我們看一下老四台他們的資本額 所以我剛才才提遠傳的資本額給您聽 台市28億 那現在賣給民間了喔 中市13億 民視最大40億 華市16.9億 這17億啦 那像這些是大的 有線無線電視的頻道 它現在主流可能是有線電視頻道 他們資本就這樣而已 那這個怎麼跟他們打 他們動輒可能不要說上千億啦 三四百億這樣跑不掉喔 那所以就是Netflix嘛 大家都知道喔 愛奇藝跟台灣的最大的OTT叫做Light TV 那這些都會造成我們有線電視 我們電視上面的競爭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電視 它是從以前那種這台拉門式的 現在用手機 甚至手機再透過這個 Apple TV跟Chromecaster上去了 所以在電視上面其實看到手機的內容 看到這些OTT或其他的頻道內容 這沒有錯嘛 所以在電視上可使用的 無線電視 有線電視 MOD 各種盒子這樣子喔 其實非常多的選擇 那光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喔 我們這個電視怎麼生存 其實你要去看喔 不管它載具是什麼 它最重要還是內容 那我們列了一下這些 這些現在收視率比較高的喔 那個戲劇喔 大概是這一些 主委您還有在看嗎 我大概30年沒看連續劇的喔 所以我其實我不太了解 但是這個就是台灣目前的一些自製內容 好 那這些內容如果好的話 不只它廣告好 它可以外銷 這應該是主流才對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些電視劇的平均收 平均的製作費啦 這個是105年7月的資料 那資料來源是中華民國剪輯協會 台灣平均來說一集大概205萬 中國大概736萬 那這個數字說不定 但是剪輯協會給的啦 那日本1973萬 我覺得這有點高啦 韓國是1700多萬 那如果你不含 你去換算它收入跟幣值來看的話 大概我們還是算偏低 那高的可能高於這個 我覺得低於205萬的很多吧 主委應該沒有錯吧 所以做到205萬的應該是不錯啊 但是這個比起來 你不要說台灣 台灣可能收視率還不錯 但是你要外銷 我們的競爭對手大概就幾個 應該是競爭力很低 所以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一張喔 那個我們看一下收視率喔 台灣的收視率其實跟中國他們差不多 他們雖然是共產國家 可是然後他們的媒體是政府控制的 所以大家看起來我們就是3 4% 大概就第一名了啦 嫁妝是4.35 然後明月賺是3.6 那日本跟韓國 日本跟韓國可能他們 五線系統比較為主啦 日本都有到20%的喔 所以他們收視率來說我們 你說達到4% 4%3的門檻應該不會很高啦 但是太競爭了 所以你要去在這些頻道裡面 要去拉到這種 6%以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了 我記得有小時候看的連續劇啊 什麼神雕俠律啊 那30% 60%都有的喔 所以時代不一樣 那但是這麼競爭 收視率這麼少的狀況下 他們會比較好生存嗎 其實也不會 因為你好像進入門檻不高嘛 這2%可能就前10名了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零碎化 這也是主委我們跟您報告過很多次了 我剛剛講他電視上可以看的平台就很多了 有些電視平台我們發出去的執照 就高達300多家 所以零碎化會造成說 到底是比較競爭比較好 就是一直過去幾任NCC他們的論調 有競爭就會有好內容 可是你競爭成這樣喔 這不是在跑奧運 百米喔 然後最後就 跑道上就八個人 這好像在跑馬拉松啊 不是人多就跑得快啊 現在台灣現在電視劇 遇到這個問題喔 我們下一張 這個零碎化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收視率很少 4%可能就第一名囉 然後廣告收入就會下降 因為買你沒有用嘛 根據我們的資料喔 2010年的時候 五大媒體大概500億 去年剩下417億 很多轉到手機上了 轉到網路上了 那廣告收入現在沒有錢嘛 那沒有錢你的製作費就低嘛 製作費低就是播 重播或播外去買版權嘛 包含卡通都是這樣 所以這變一個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所以我們的遊戲規則裡面 就應該考慮說 怎麼樣讓台灣的電視 他們可以有更多的資金 來製作更好的節目 在正向循環 所以等一下跟主委討論一下 這個遊戲規則怎麼定 你遊戲規則定的是NCC的責任 你就不會到後面去 每次製作不好的節目 都找文化部要補助 然後如果不補助 他說你台灣不重視本土內容 這個就變惡性循環 原因在這裡 太零稅了 大家都要想搶食這400多億 結果就會變大家都沒有 所以我們有線電視 雖然技術進步了 你的頻道很多 從001可能到999了 但是這個狀況 對我們的影視產業的發展 到底好不好 我想請NCC你們就 既然會流無法都收回來 從定了你們想想看 好不好 下一張 那我跟主委討論的是 我看我認為搶救電視 產業的有三支劍 看主委這邊能不能在 這個遊戲規則裡面做思考 第一個是要求自製 跟重播節目的比例 這個我們在無線電視法裡面有定 但是在其他好像 好像之前有打算把它廢掉 那自製跟重播節目怎麼去處理 等一下我們跟主委討論 第二個是建立國家級的 收視率調查系統 這個大概是指有線電視 第三個是建立淘汰機制 做不好就淘汰 這很合理 我們現在都沒有淘汰機制 現在淘好機制 沒有淘汰 第一個 在我們廣播電視法裡面的第十九條 那本國節目裡面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 然後同類的不能少於百分之五十 這個主委有沒有沒錯吧 但是我們現在的法令裡面沒有規定 並沒有無線電視的自製節目比例 衛星電視也沒有 是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衛星電視 要求自製比例啊 那你們 好現在正在訂對不對 你們方向大概是多少 要不要要求自製 你沒有自製都播別人很快啊 所以台灣以後收視率永遠都是韓國片 有 這個部分就是因為廣電三法修正之後 我們現在在定執法 你們希望到多少 我們現在定的比例是多少 七 其實他們做得到嗎 對 委員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你定的沒有關係 就說有的時候那個比例 是不是能夠有這麼多內容的產製 剛才老四台喔 那華視是17億 有 根據我們衛星電視應該沒有一台頻道 有這麼高的資本額了對不對 那你定的做不到怎麼辦 所以我剛剛跟你報告說 這個變惡性循環喔 我們現在根據我手上的資料 你們所許可的喔 那衛星廣播電視裡面的頻道 有93家 180個頻道 進外衛星廣播電視的裡面有32家 那你們給了121個頻道嘛 所以在有線電視上 你可以看到就300家了耶 那300家 只要去分那個417億 其實每差一年可以用的錢不多耶 那這樣怎麼支持 這裡面我稍微插一個話喔 委員就是說 其實剛剛委員談到的那個MAP裡面喔 我覺得相當重要就是說 現在的電視台 它當然附有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的Potion 是在做Content的製作 但是另外有一塊 其實是非常多的Independent的Content Provider 也就是Production House 那這一塊的Production House裡面 就是過去文化部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他有做補助 對 當然如果是跟補助有關的辦法 他會要求說他一定要在 既有的電視台有播放 他才能 但我覺得那一塊也不能忽略 可是那一塊現在就是說 事實上我跟政部長 我們已經有互動跟交流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在 文化部是以比較 Support Content Provider的狀況 然後我們是比較從頭目 應該要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遊戲規則做好 正常拿出來 是 我剛剛就講說不要到後端就是文化部 文化部有多少錢 沒有 現在就是包括投資或者是補助 他這邊會有不同的方式 對 投資跟補助其實讓他們自力更生 才是正道 靠政府是不對的 好再下一個 所以這個自製跟重播 我不管你們定在哪裡 重播一定次數以上的節目 就不要再納入自製節目 這個應該做得到吧 你播了五次還可能合理了 播了一百次就不合理了嘛 好不好這個應該要納入你們規範 老師我說目前草案是會這樣提 那你們認為第二次重播就不算 還是幾次以上 可能不能第二次吧 你們就定一定次數以上不能算自製 這應該可以定 那到時候我們再討論好不好 我下一個 我再講到第一個 第二個要建立國家級的收視率調查系統 現在大概都是聽民間的嘛 ACNEO省為主嘛 可是你全面數位化 我看你們報告資料是打百分之百的 那92的滲透率嘛 其實如果你數位化政府就拿得到資料 你們應該有幾項是政府可以公佈的喔 政府可以公佈來你看 第一個是有線電視確實的加戶數 你給我們的資料裡面是514萬戶 但是我據說他們去分配是280萬戶 那誰是公到應該以你們為主 這會影響到他們上架的收入 那收入就會影響到節目 這個就牽涉到授權上架 這個是你們要定的好不好 就是說你要去公佈確實的收視率 而且你要在這個平台裡面 這你們管理嘛 你要讓他有確實的收視戶 你才會回饋到他的那個上架費 第二個是各時段的 時段跟節目的月聽人數就收視率啦 你們應該要公佈啊 既然數位化大數據 奇怪用那種機上盒的 用打電話的 那種民調其實沒有數位化的準喔 你像在網頁上面Page View 現在你就可以做到 這一點應該是NCC拿來做 那但是交叉分析就給民間業者 他們要怎麼定他的策略 這是他們的民間做 這應該做得到吧 確實的加護數 確實的月聽人數 就是收視率 這個我來看怎麼考量 對 因為其實包括昨天 克林頓跟那個特朗 他其實在網路上就可以看得到 蠻多相關的事 所以這個應該是國家公佈的 你至於說業者 他要怎麼交叉分析 他們家的事情喔 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淘汰機制啦 再借了30秒 這是英超的淘汰機制 英國超級杯聯賽 他們前20名的最後三名就淘汰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的分組付費裡面 會有必載頻道 應該是兵家必爭啦 他也可能是爭其他的我不曉得 但是在必載頻道裡面 或你們認為兵家必爭的那個頻段 他應該有個淘汰機制 譬如說連續兩年後三名 或者隔年的後幾名 後段班的就剔除掉 讓他們去收視率去做競爭嘛 如果你都沒有淘汰機制 就是淘汰機制 你們常常都丟給系統台 自己去訂頻道 那系統台就來跟民意代表拜託 然後最後我們再推給NCC 所以既然作為獨立機關 你們要去給他們頻譜 要去分段 要去做遊戲規則 淘汰機制要出來 你把他們的環境弄得健康一點 讓他們有足夠的資本而去做好的節目 在他們競爭做淘汰 這一點應該要有 沒有淘汰機制的收視率 沒有淘汰機制的影視發展 我跟你保證 到家最後就靠補助啦 好不好 這以上三支箭提供主委你參考 對 既然你們是獨立機關喔 不像一般的政務任命喔 你們要把這個該獨立工作 不受外界壓力的做起來 沒有淘汰機制 我不相信他們會競爭 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就好 最後你們就回到那個惡性循環狀態 好不好 這個跟主委請教 好那也請您多考慮 謝謝 謝謝 好謝謝鄭英鵬委員 繼續請鄭天才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有請站主委 好請站主委 主委好 委員好 為了因應這個衛星中心二號 就載坡在今年的十月八號 將斷訓 為了避免影響這個我們沿鄉 仰賴這個 要收看這個原住民族電視台 的一個主人的收視的前緣 對對對 所以本席啊也是也謝謝立法院 在去年 對 包括今年 第一會 修正了這個財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設置條例的第四條 特別修正 嚴明基金會 得委託這個經營無線電視機構 播送嚴明台的節目 及廣告 不受廣播電視法第四條 第二項以及公共電視法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的限制 為了這個 我也召開了很多次的協調會 當時NCC這邊一再的 對法的一個解釋 一直有疑慮 所以不得不在今年 又修法 我又提出修法 也謝謝立法院能夠三讀通過 因此讓這個 原住民族電視台 可以在今年8月1號 正式透過公共電視 來去播送這個節目跟廣告 但是從這樣的一個案子就可以發現 他現在他解決的 基本上就是 無線電視可以收看的部分 無線電視可以收看的部分 那這個衛星 這個收看的部分還是有 這些收視負還是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樣去因應 相關未來的這些 還是需要去做更多的努力 而在去年 在修法的時候 也特別修了這個 原住民基金 查詢法的原住民族文化 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 第四條 特別增加了這個第二項 剛才念的是第三項 這個第二項是這樣規定 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 所吸用之電波頻率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同主管機關 規劃分配之 也就是說這個是為了因應 原住民族電視台長遠的發展 以及偏鄉 居民收視的情意 就是要去指配專屬的 無頻電波的頻率 給這個原民基金會 也就是原住民族電視台 那交通部啊 在今年 就規劃要指配這個 就是依這個 剛念的這個條文 修正的條文 要指配這個36頻道 這個案子 主委你所了解如何 目前狀況進度 委員剛剛提到的問題有兩個部分 其實前面那個部分 還包括後續這個上鏈的部分 那所以現在就是說 以我的了解 在10月9號之後 其實針對那個 DVBS2的這個衛星的這個接收盒 這些其實都沒有問題 然後上鏈的部分 相關的預算什麼這些 也都在處理當中 所以那個第一個問題 當然中間還透過 有些法規的修正 那個時候剛好 我其實也了解那個過程 對 所以那個部分 先讓委員了解這個狀況 那針對這個 原住民族電視台 針對這個36頻道 因為它牽涉到那個 行政院核定的交通部 所報的那個政策 所以那個政策 基本上上用的部分 現在是已經停止 然後針對36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是不是 細節我還不是那麼清楚 是不是方便請我們這個處長 來做一個說明 好 政委員好 這個案子 因為行政院後來的 核定的方案裡頭 是請NCC就現有的空品 像Channel 25 Channel 33 Channel 35 36 有折一來給原住民的電視台來使用 那未來如果一旦原住民提出 4月計畫申請的 關於頻道的assign部分 我們NCC會就比較沒有干擾頻率的部分來試用 那原來行政院的那個決議後來有些 就是就一個range 2533 35 36 請NCC本於全責來處理 好我先請教一下主委 這個前者機關我們先釐清 是 前者機關 按照廣播電視法 你是NCC是廣播電視的主管機關 是 那這個交通部 它是會負責這個電波頻率 是 的一個規劃指配 這沒有錯吧 對 好 請教你 剛才我念的條文 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 第四條 第二項 我剛再唸一次 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 所需用之電波頻率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同主管機關 規劃分配之 這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指誰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其實剛剛處長的說明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說交通部它是針對我國數位無線電視頻率資源配置政策 有一個規劃的方案 那那個方案報到行政院之後已經確定 就是說接下來後續如果是跟原住有關的 就是由通傳會來指揮 交通部啊 請問一下交通部是不是這個我剛唸廣播電視法 他是電波頻道頻率這個部分是他負責嘛對不對 對 沒有錯吧 對 他負責 那這個原民基金會設置條例 之後就是由通傳會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誰 原住民的 不是他是主管機關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的主管機關是 中央的原民會 對 所以我的解讀啊 是 這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指交通部 交通部會同主管機關 就是交通部要會同原民會 即規法分配之 所以 這個案子不管再怎麼樣啊 按照廣播電視法都不應該到行政院 就是要交通部頂多就三個單位嘛 交通部NCC 通傳會 加上 聯民會吧 怎麼可以去行政去干干干干涉這個部分 交通部規範的是三十六頻道 我們為什麼不希望再二十五 二十五是平臨干擾最多的 干擾最多的會影響整個我們聯民台的收視 所以這個部分讓主委能夠了解 了解 那也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後續先不管說那個 那通常基本上都會到跨部會啦 那但是後續指配現在就是通傳會 對 對 所以我們 事實上在 我也跟這個主委說明 在 今年的五月 二十四號 立法院也做了結議了 附帶結議 就是要三十六 這個請主委 往這方向去努力 好不好 這個是立法院有做的 附帶結議 我來看看那個有沒有干擾啊 什麼這些 好 這是基本上交通部是這樣規劃啦 那接下來 這個有關 也是剛剛 條文也先讀了一次 我再先讀一次 剛剛講電視 電視專屬頻道 是 前面還有一句話 原住民族廣播 原住民族廣播專屬頻道 首席用之添播頻率 一樣 請問一下 因為原民基金會的 設置條例的執掌 他除了電視之外 還包括廣播啦 有關廣播的部分 這個NCC這邊 怎麼樣能夠協助 原民會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針對那個原民會 現在的廣播的這個 電台的部分 也已經獲得合配 所以現在 我剛剛在業務報告裡頭 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說 其實現在就是 以原委會 再申請那個 廣播電台 現在在處理那個 營運計畫書 那我們內部 其實也針對公設 或者是政府 成立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規劃 也在做 內部的法制程序 那應該只要等到 原民會的 針對廣播電台設置的 營運計畫書 提出申請之後 我們就會來 進行後續的程序 我想這個部分 應該是沒有問題 問題 其實很多 第一個 程序上 包括你們的規劃 各方面 都有 還有很多 需要努力的空間 是 第一個當然 嚴明會自己 包括嚴明基金會 嚴明會有沒有給他 這麼多的預算 這給嚴明基金會 目前都沒有廣播的經費 這是一個 第二個 當然就是涉及到 他相關的這些複雜的這些 畢竟嚴明基金會 也沒有這方面的相關的人力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很重要的 未來 你現在正在推動 這推動的過程的當中 我們發現了 你所規劃的建置的發射站台 那個很重要 你不要一開 開播的時候都只有在都會期 聽得到 對不對 可以收聽 鹽香的部分 一定要去注意 特別跟主委說明 因為我是老公務員 嚴明基金會 這個 早期的第一 原住民族電視台 原住民族電視台 從預算的 去找預算 是找預算 因為 因為當時的行政院 並沒有 主席處 並沒有新增的預算給 不像客家台 客家台是完全是新增的預算 嚴明台不是新增的預算 是從嚴明會 自己 朋友的預算 去調整 去支援 從那時候 一直到 嚴明台的 要成立 要開播的時候 也是立法院做了一個主黨 為什麼要主黨 這是主黨是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整個規劃都沒有規劃到 原鄉能不能收看 嚴明台 如果一開播 只有讀會期看得到嚴明台 這個開播就是 玩假的 所以當時的立法院 就要規劃到 就是現在的所謂的 收看的那個衛星 要規劃到這些衛星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 那個 在原鄉部分 很多的那個 要建置這些 收看衛星的這些設備 之後啊 才可以 因此 這個部分一定要規劃 主席還沒有啦 還有13 13秒 11秒 所以這個部分呢 NCC 你不要急 你一定要去 包括行政院各部會的協調 相關的經費 然後要讓各個 原鄉地區 要能夠收聽 之後才做一個 做一個推動 這個部分一個 要請NCC這邊 能夠特別注意 是 我們這個部分 就那個整個 原民會的營運計畫書 還有一些配套 我們會 會設法來把它 完整化 對 我謝謝你們 已經開始啟動 開始啟動 但是既然要啟動 就要做一個 很完整的啟動 好不好 好 不要我站起來你就緊張嘛 謝謝天才委員 你還不講下去啊 那就在上面就好了 好 我們接著請葉怡經委員發言 所以你站起來很不地理你對不對 不要理我 哈哈 請 通傳會 詹主委 還有 投審會 張直密 好 請張主委 還有張直密說 我要先問張直密 葉委員好 葉委員好 對 直密你在回答 找上其他委員的時候 你說 你不是退回中家案啦 好 那你不是退回 你是要求重審 是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 那你是怎樣 因為 投審會的外人投資許可 跟通常會的許可 是分別獨立的許可 那我們 投審會是一個平台嘛 所以我們是把20 我們是20位委員來做綜合的審議 那我們在審議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是採共識角 所以在有些意見 沒辦法得到凝聚共識的時候 我們會要去釐清相關的爭議 那這一部分我們是因為 有涉及到一部分爭議 是必須要做進一步釐清 我們請通常會這邊來予以釐清 OK 好 來 換主委 執命你聽著 在我們的行政程序法上面 沒有重審這回事 沒有 通常會也不是投審會的下屬 通常會是獨立機關 通常會不是這個案件的行政救濟機關 不是 而通常會對中家案呢 已經做成審查 也就是說沒有重審這個程序 只有兩個程序 要嘛你就要廢止它 要嘛你就要撤銷它 可是你們已經審過了 不要忘記 這個將來如果中家反撲 我們是沒有法律立場的 我們來看廢止或者撤銷的 兩條 行政程序法117條 要嘛你就給它撤銷 要嘛你就給它廢止 但是問題它的這些東西 它都符合了 那現在你又不能給它廢止 又不能給它撤銷 那你現在叫做重審 又沒有重審 你怎麼辦啊 呃跟委員說明一下 沒有錯就如同您提到的就是說 呃其實現在在通常會這邊來說 確實是有一個目前還有效的行政處分在前面 可是並不是行政程序法上 是沒有辦法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可以啊 你可以撤銷 你可以廢止 沒錯 你準備用這兩個 可是它你用這兩個的什麼要檢 應該這麼說就是說 事實上針對這個比較重大的案件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那同時我們委員會其實也有 針對過往做成的相關的事實的資料做一些檢證 那我們其實有發現有一些東西是有 再繼續調查必要 或許之後有可能可以符合 這個行政程序法上的要件 是 我們看下一張它的財務 重點不是在這裡 重點是在投審會不敢作為 再把球再丟回來給NCC 你們兩個都有責任 重點在它的財務 可是NCC在之前審理 竟然這樣就讓它通過 而送到投審會以後 投審會再一次的不敢作為 NCC是閉著眼睛讓它通過 投審會呢 是害怕不敢處理 它的問題在這裡 我們看整個中家的投資案是這樣的 剛才主委你講的所謂 Morgan Stanley 其實他叫做和商 這個廣心五其實也就是遠傳的集團 什麼廣心12345我都質詢過了 通通是空殼就是遠傳 遠傳呢 它用公司債 這個我們也不要再提了 轉來轉去 有170多億 好 就讓你真的有拿出這些錢來 你在銀行借了518億 總共700多億的一個案子 借了500多億 這跟之前所有的有限公司 有限系統的買賣都一樣 反正就是買空賣空 我從銀行借一大筆錢 銀行也很歡迎 為什麼 它絕對繳席正常 為什麼 因為客戶 因為收視者使用者永遠是倒霉的 捧著現金 有的還要預繳半年 預繳一年 捧現金來給你 你拿這個客戶的錢去繳席 綽綽有餘 然後過了三五年 倍數的賣出 倍數甚至兩倍三倍 這幾年因為這樣收視戶 他每個月要繳的錢不斷的上漲 然後賺翻了 連央行總裁都看不過去 外國人拼命來這裡買了以後 過三五年賣出倍數的賺 結果什麼建設都沒有 重點在這裡 什麼建設都沒有 一樣爛的節目 一樣爛的品質 一樣爛的銀幕 一樣超高的收費 還要在家裡裝了很多個機上盒 這些問題通通都沒有 對於消費者來講 通通都沒有改善 但是行政機關沒有作為 好 現在回到這個案子 除了這個 兩位 都有責任 投審會 你管的 不就是資金嗎 你要再讓這樣子的外資進來 然後 拿我們所有收視戶的錢 去繳繳席 三五年後 賺飽了 倍數賣出 再繼續做 再繼續做的是這樣嗎 NCC 你還是讓他再這樣的做下去嗎 這是兩位要去思考的 坦白說 到今天這個地步 本來我期待的是投審會 就直接了當的做 做否決 結果他現在 不願意做 現在換你NCC要做了 好 我們再看你們兩位怎麼做 因為將來NCC做了以後 還是要再送到投審會一次 對不對 好 但是記得 投審會 你不是NCC的上級機關 行政救濟機關 NCC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你不要投審會 叫你重審你就重審 你還是要搞清楚自己是什麼 對 這點跟委員補充說明 我們本來就已經有請 申請人提出一些相關的資料 投審會可以先回去 諸位 你還有一個 除了這個以外 就是我剛剛說的以外 我們要注意的是 大家有疑慮的遠傳 這是一個財團大家都知道 將來會不會遇到說 媒體 我們之前就是這樣 有媒體大哼 大哼 大喇喇的說 告訴記者說 我的朋友都不可能寫壞話講壞話 我的朋友 遠傳會不會將來也這樣 我的朋友都不可以了 何況他自己的集團 不是嗎 我們害怕的是這個 這個就是NCC的責任了 好不好 是 你知道哪一個媒體這樣說了 我的朋友都不准寫壞話 不准爆壞話 你知道哪個媒體了 你不知道 你可以問我 我可以告訴你 好 下一個問題 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呢 先看上一個好了 這個是電信管制設平器材的形式驗證 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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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是你們的申請書 可能沒人看過啦 你們是故意讓人家看不懂是不是 你們的申請書 我給他簡化來 我給他簡化一下你們的申請書是這樣 上一張 他的 你們 檢驗一個 廠商要付 三萬五千元 三萬五千元怎麼花你知道嗎 NCC你只拿了五百塊 廠商花三萬五千元你只有拿了五百塊 但是呢 要電信技術中心 這是受委託的認證單位 九千三百 這個也應該 因為我們是委外去認證 受託認證 可是呢 你要求廠商 必須要 你要求 你要求 要經過實驗室 實驗室拿了兩萬五千兩百塊 這個實驗室呢 結果是什麼都不做的實驗室 下一張 來 為什麼說什麼都不做呢 廠商必須要提供實驗室 電路圖 電路方塊圖 樣品檢驗報告 改造技術報告 中英文索冊說明 通通喊不浪當 全部給提供給 實驗室 然後實驗室 才可以送件給所謂的電信技術中心 電信中心真的去審核認證了 以後發照九千三 OK這個合理 你拿了五百塊 你是跟這個串通好 是不是 跟實驗室串通好 是不是 什麼事都不做 就可以賺兩萬五千兩百塊 跟委員說明一下 這個應該會 應該 細節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以我的理解 你不清楚 我告訴你 應該很清楚 在相關的那個技術 來 我告訴你 有需要實驗室的時候 測試吧 他應該是做測試 是有些廠商 他沒有辦法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做什麼電路圖啦 什麼檢驗報告啦 什麼這些的時候 需要實驗室去做 這個他如果沒有辦法做這些 他就沒有辦法送這裡嘛 不是嗎 你就管這裡就好 你幹嘛管人家一定要實驗室送啊 如果他這些全部一樣的東西送到這裡來 電信中心他絕對有辦法審查了 你為什麼一定要求他要繳一筆費用給實驗室呢 委員是不是羅助長先說明一下現在的狀況 那之後要怎麼樣來improve我們再來看 好 請說 保管委員 這個部分是分成兩個部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廠商要把產品送到實驗室檢測 實驗室檢測的話 實驗室要花很多成本買設備 然後依照我們的技術標準來檢測 所以這個檢測費用是比較高 像剛剛委員講的2萬多 那是第一間完成 那實驗室的話 我們委託的實驗室有很多家 你可以由廠商決定 等一下這一段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剛剛說的是讓他去挑實驗室 但是現在絕大部分呢 他們是自己做了這些 他們自己有實驗室的 他們自己公司有實驗室的 你不准它是什麼意思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實驗室一定要是經過我們 opro的實驗室 那這個機制全世界都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個沒道理嘛 這個沒道理嘛 這個實驗室 你這個是圖利那些所謂的實驗室 它什麼都沒有做嘛 它只有把人家送來的東西再送到這裡來 不是實驗室它出車報 它是有實質的做測試 那第二個階段就是驗證機構 在國際上有實驗室 還有兩個階段驗證機構 這個兩部分都是跟國際同步的做法 是這樣啦 你所謂的國際同步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廠商跟我講的就是 所謂的實驗室 其實它什麼都沒有做 所有的實驗都我們自己做 我們自己做的這些東西 完全沒有變的就送到這裡 那事實上你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審查嘛 審查它不OK嘛對不對 你讓它送來的東西 讓你審查OK或不OK就好 你要求什麼東西 你這裡才要再要求其他的八項九項十項 隨便你要求 只要人家真的真實的拿得出來 送給你認證就好 你為什麼一定要要求他 他自己做實驗就不行 他自己有實驗室 我們不是要獎勵研發實驗嗎 有人這樣齁 就是說我們把國際上 在測試跟驗證一個ster party 大概是什麼樣的做法 我們把這個怎麼 然後看我們現在的做法 是什麼樣 再準備相關的資料 因為廠商對於這樣的程序很不滿 他們覺得什麼都不做 你自己真正去審核驗證也才九千三 什麼都不做的人拿了兩萬五千多 應該是有做一些 沒關係我們把那個國際的制度 跟我們現在的制度準備一些資料 研究一下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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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請蕭美群委員發言 下面請蕭美群委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請主委 好 張主委 前幾天的這個颱風災害 讓我們重新再來檢視NCC正在推動 事辦的這個防災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 那麼在第一個會期 其實我們在委員會裡面也討論很多 那時候主委還沒有上任 但是大家普遍認為這樣的一個預警的系統 是好的 讓民眾可以有更多的訊息管道 但是在我看 在今年開始測試之後 9月6號 也開始做數位簽章的防偽驗證測試 那後續有一些訊息 那在這次的颱風當中 我不知道其他的人 但是就我的個案來講 我分別收到來自三個不同單位的這個預警系統 這三個單位包括公路局 有關封路的問題 包括水保局有關可能潛在土石流的問題 那也有來自氣象局就是地震 那所以我想要了解 但這當然都是很好 也就是說你們納入更多 我們整個政府體系裡面 所有跟災害預防跟預警有關的這些單位 那我要了解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現在還納入了哪一些 那它整個進入到你們通報系統的程序是什麼 會不會有時間上的耽擱呢 好 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先大概說一下那個 那至於說細節 我等一下請我們出方補充 就是說其實這個機制本身 它是跨部會 然後同時也協同業者一起把這個 包括交換的格式 還有應該要什麼樣的這個 手機的終端的測試 還有各方面的測試 都完成到目前一定的階段 那往上游來說 它其實牽涉到的是 中央各部會的這個 跟防救災有關的主管部門 比如說是農委會或者是領務局等等 這些相關資料的匯入 需要什麼樣的資訊來用這個平台 需要有一個Coordinate的機制 那我想這個部分後續目前為 所以你們是扮演這個Coordinator的平台嗎 還是不會各自自己發 我們是傳輸端 就是說如果進入到這個系統 它其實是一個行政院有一個災訪辦 所以它自動就出去了 還沒有 就是說災訪辦是整個Coordinate 然後到這個資訊的Provide是中央各單位 可是中間經過了一個科技部的這個 那個是什麼中心 科技中心它定這個格式 所以上游它要有什麼樣的資訊匯進來 是要有各部會再經過災訪辦的統籌 那目前為止應該是有地震 還有沒有其他的資訊 請處長做補充 好 它其實是一個跨部會的一個機制 報告員 那所有的災訪信息 包括地震或者是風災或是土石流 那由這個上游的資訊 由各中央單位 會送到我們所謂的災訪科技中心 科技中心那邊有一個收集信息的平台 那這些信息的平台再會送到所有的業者的系統 然後由業者系統幫它發送 所以通常會這邊建立的所有業者 它是當成一個傳輸平台一個系統 來 所以決定權哪時候要發送 是信息員由各中央單位送到這個災訪科技中心 好 那從這個各單位送到科技中心 科技中心再發送給各系統業者 系統業者再發送到我們用戶端的這個通訊手機裡面 那這整個流程要花多少時間 一個以上次五月份的地震 我們經過實測的話 那從信息員送到業者這邊這一段的時間 由災網中心這個系統到我們這邊 那這段時間差不多 如果整個信息的發布的話 一個問題是中央氣氧級偵測到的時間 要花一段時間 那就本身業者的信息的話 以4G如果收到這個信息 送到業者的系統的話 那我們目前量測結果 在4G的話 的系統進來之後到手機的話 花的時間可以控制在五秒以內 那我們實測的話 我們最近業者一直在優化 那這一部分的話 甚至可以到兩三秒就可以收得到 那3G的部分會比較長一點 有一些災害像地震 這個時間是一定要縮短的 沒有多少的反應期 那其他也許你還有幾秒鐘 或者是幾分鐘的時間 那其實如果可以在整個流程上面 讓它更為順暢 我相信是 讓它自動化更為順暢 減少這個人工需要去介入的 這個所耽擱的時間 那個是比較理想的 當然我想這個 當然我們逐步再改善 也讓訊息更多元化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相關封路的訊息 有可能會潛在土石流 要大家撤村什麼相關的訊息 其實這些也希望能夠 包括連地方的災害中心 地方的整個防災中心的資訊 也能夠一併來考量納入 那在這個送到各個業者系統 因為我記得 我們在第一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一些業者他並沒有納入 或者是他的反應速度比較慢 那這個問題有獲得改善嗎 是那個8月份 這個我們從5月份到8月份持續 那業者這一部分也都大幅的改善 現在台灣所有的電信業者都有納入嗎 有沒有未納入的 沒有全部都加加入了 那你們測試的結果 各業者的時間秒差都差不多一樣 都差不多 盡量拉起 盡量拉起 那技術上可以做不到 我們盡量要求他做不到 所以都盡量品質跟速度都是比較一致的 好 那接下來 至於說上游哪一些資訊 應該透過這個科技中心的這個平台 透過這個系統來發送 那天我有跟科技部長 因為剛好有談到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事實上可以一起來看怎麼樣 透過這個已經架設好 格式也都交換 同時業者都已經進來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來做發送 來看上游哪些資訊 其實有一些訊息 你如果還要再經過科技部的審核 就是太慢了 像這個地震 你就是秒差的問題 這個一個人到底可能能不能夠活命 能不能逃得出去 就是一兩秒的事情 如果還要再經過太多的這個行政程序 或者是審核程序 可能也是有問題 但我們希望資訊 既然是部會跟政府機關所發出來的 例如說氣象局 它有一定的權威跟專業性 那就不應該要再透過其他的單位 還要再進行 它應該不是說是一個審查程序 而是說哪一些資訊 就會透過這個自動化的系統傳過來 那接下來請問 有關這個NCC 其實這幾年我們一直在期待也推動 希望能夠多協助偏遠地區 有關數位電視的普及化 各種訊息的普及化 那我看到你們的業務報告裡面 也提到到目前為止 也編了11件補助案共6700多萬 那我要了解這些是針對業者的補助 還是針對社區或鄉鎮或用戶端的補助 那是你們被動的接受相關申請單位的申請 還是有主動經理去察覺有問題的地方 這個需要做數位落差 或者是電訊普及化的 這個特別需求比較大的偏鄉地區 是你們主動去了解 還是被動接受申請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有線電視的這個補助 跟電信的這個普及服務 它是兩個不同的來源 那我們在業務報告裡面提到的應該是屬於 因為我們希望明年度能夠達成 有線電視全面數位化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那這個目標裡面 有針對特別有這種實驗區 比較快速的這個相關的流程 另外還有就是針對比較偏鄉地區 可以由系統的業者 系統的業者來獲得補助 所以這個部分的這個 所以你們就 所以你們就 偏遠及離島地區有線電視數位普及發展的這個補助 都是直接給系統業者嗎 這個部分是以這個系統業者 那跟離島有 系統業者要怎麼來責定 例如說一個地方一個縣市這麼大 那它偏僻的地方也很多 那目前可能還沒有完全普及 事實上現在普及率是高 但是目前還沒有達到百分之百普及率的地方 事實上都有非特別偏遠 或者是特別困難的這些相關的地理因素存在 那是由誰來責定這個先後納入的順序 跟補助的條件 這個細節等一下我請處長說明 但是就是說我先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針對推動有線電視全面數位化 那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approach 那如果說針對特別偏向的地區 當然是有這樣的補助 那其他的部分 可能我們就會跟地方縣市政府合作 因為這裡面它會透過一些 比如說費率的審查 或者由我們中央這邊 它有換照各方面的措施 來做各種不同的行政 所以補助不是唯一的方式 對 補助不是唯一的方式 但是它畢竟也是 因為我們所謂的不經濟地區 這個用詞 在之前的這個所提出 相關的法案草案裡面都有 我看到在你們新提的 其實這個不經濟地區的用詞 並不存在了 那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考量 那用所謂的偏鄉偏遠地區來取代 但是偏鄉偏遠地區是 並不是一個法定用詞 那我們怎麼去定位這些地區 是用它的經濟條件 用交通條件 還是用它普及的條件來做定位 其實這些都是後續我們要確保 它使用者的一個普及率 所需要去面對的問題 是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要來納入考量 那處長要不要補充說明現在的做法 好 委員好 有關偏鄉的部分 其實整個申請案是我們規劃 年度的規劃 比如說花蓮台東的部分 在年度的部分有規劃一千兩百萬 各一千兩百萬的部分 由有線電視的業者 提高它的有線電視數位普及的比例 來 錯 對 但是業者他一定會有 他優先順序的這些責定跟選擇 那是不是符合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所謂偏鄉地區 並不是一個法定用詞 那你像花蓮 你有很熱鬧的人口集中的花蓮市 你有非常偏僻的這個山區地區 那你們用什麼樣的一個條件的一個 一個門檻來決定 是不是符合這個補助的項目 那這一千兩百萬 那也許還沒有辦法擴及所有的真正天遠地區 那你們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到底是誰在責定 是業者自己決定 還是是由你們這邊來決定 由我們的有線電視的基金管委會 來決定年度的建設的目標 好 那實際需求是多少 是超過這個一千兩百萬嗎 還是是在這個額度範圍內呢 在業者自己要 就整個工程建設的部分 要超過百分之五十由業者自仇 也就是說一千兩百萬的補助的部分 整個工程案至少要兩千四百萬以上 不是 我不是說你們跟業者之間的責任分配的問題 而是說這些偏鄉地區還有很多地方是沒有普及到的 那你們一年編這一千兩百萬到底夠不夠 到底是不是實際需求還有多少是沒有辦法去滿足的 就以今年的為例就是提高25%的普及率為目標 提高25%的普及率 可是你們的報告裡面寫普及率都幾乎達到九成 那個是就剛剛提到的花蓮台東跟外島地區 所以是還未納入的25%這樣 還有一些地區還是播送系統 所以意思是說實際需求還有至少三到四倍的這個需求嗎 其實我們要花很大的努力來在這幾個部分 我想這個涉及到一個訊息是否能夠順利的傳達 那偏鄉民眾他一樣繳納稅前 是不是有一樣的這個相關的收訊的機會 以及多元訊息的管道 我想這個還是要持續來推動的 是 所以針對那個部分就是說 除了一般費率審查或換照之外 我們會另外有這樣子的方案 那當然剛剛委員看到的 談到的是說 是不是由系統業者來決定在他那個區域裡頭的priority 那這個部分在他提出申請的時候 我們會來通盤的來看 謝謝 好 謝謝蕭美琴委員 跟委員會報告 那麼各位委員如果有提案的話 我們在陳樹葉委員執行完畢以後 要處理臨時提案 請各位送到議事組 送給議事組人員 接著請李坤澤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主席請下主委 好 請主委 主委您好 委員好 我們政府部門 對於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保障 應該是要站在第一線 並且提供正確迅速的警告訊息 給我們全國的一個民眾 對 那有關於我們的災防告警系統 它主要是在2011年 日本發生大地震之後 那我們在交通委員會 我一再地質詢提案要求 那其實很遺憾的 它的整個建制是非常牛不化 那現在整個地震頻繁 也因為由於這種極端型的氣候 颱風所造成的大雷雨 或是土石流 或是有關放假相關的訊息 其實都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來向我們的民眾告知 那其實這個政府的部門 是有獅子應該要深切檢討的地方 那現在有關於災防告警系統 當然是包含國家級的警報 或是緊急警報 或者是相關的警訊通知 以及測試用的頻道這四種 那現在目前相關建制的進度是如何呢 好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說有關這個災防告警的系統 就說事實上它是一個跨部會 同時跟業者接接 對 那目前為止 基本的這個系統 包括格式的統一 還有訊息的傳遞 透過業者到中端 好 我現在一個一個來請教 現在國家級警報 有關於地震速報跟地震報告 測試的狀況如何 這個部分已經全部都完成 在過去測試的狀況 都是小區域的相關的測試 而且是用測試用的頻道 不是用國家級警報的頻道 來做這樣的一個測試 那這個有改善嗎 這個部分看目前的狀況 我是不是請處長 羅處長 請簡單說明 包含委員 目前我們到最後一次 9月6號 我們配合災防科技中心 做有關自信在傳遞上的安全性 所謂的數位先章 這部分已經完成了 也就是說最後 整個系統的完成性 已經從1月到8月 一直到9月全部都做完了 那剛剛委員關心的部分 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我們盡量不打擾民眾 所以在這個整個測試 四個剛剛委員講的 四個測試 裡面有一個測試頻道 基於打擾民眾的這個立場 其實民眾你如果經過宣導 或是在你的相關的國家級警報 有關於地震速報或地震報告 在測試的時候 前面加註測試的字樣 其實民眾都可以接受 是 包含委員 這一部分的話 如果科技災防中心 要配合正式 透過那個國家級的 或是景級的 這一部分的速報的話 我們業者都配合 所以這個決定權 要在有災防中心那邊 只要通認我們 我們業者就會全力配合 那你們目前的測試就是不足嘛 因為在過去 我們所知道你們測試的地區 都是小鄉鎮為主 例如說石定 或者是中部的這樣的一個路股 或是南部的滿洲 或者是車程相關的小區 而且是小區域裡面的小村裡 去做測試 這個問題我一再地要求你們 而且你們現在有用到國家級頻道 國家級警報的頻道在測試嗎 還是還是用測試用的頻道在測試 是 包括委員 那個我們早 從一月初一直到七八月 我們有一段時間 真的是在整個系統 在配合測試的時候 是小區的 現在已經做前台的測試了 對於這種國家級警報的測試 要比較範圍擴大 而且要次數 要穩定系統 這個部分還是沒有做嘛 包括委員我們現在做了 業者在測試的時候 你們從過去北部的石定領口 中部的路股 南部的相關的滿洲 這些小鄉鎮之外 除了領口人口比較多之外 你們現在還有做哪些地區的大區的測試 現在業者後半段已經做全台測試 那唯一的部分就是陳如委員講的 我們要不要不用測試頻道 真正用地震速報的線路來發送 那我們就配合在網中心 來配合來辦理 地震速報跟地震報告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地震速報在第一時間就立即發送給民眾 因為他是要規模5震度4級以上的地震 立即就發警告的訊息給民眾 讓民眾時間有足夠的時間 在短短幾秒之內去做逃生 或者是相關安全的措施 那地震報告是不一樣的 地震報告是規模4震度2級以上 他在事後可能5至7秒會發一個報告 告訴民眾有相關警告地震的相關訊息 那這個部分要趕快做測試 從2011年之後我講到現在 我想2016年 委員剛剛提到的 我已經我了解這個 那剛剛處長補充說明的是說 其實在1月到8月 我也有看到一些資料 有一些測試確實是全台性的 它不是只有在小偏向 但是現在的重點 剛剛處長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測試是在測試的頻道 還是真正實際real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可能我們再看說 你們要加強宣導 加強宣導 然後在測試前加強宣導 以及在這個相關的地震速報 或地震報告以及相關的警告訊息 前面加測試用的字樣 讓民眾去清楚了解相關的 這樣一個測試的狀況 民眾能接受的啦 民眾能接受這樣的一個測試 因為這有關於生命財產的一個 基本的保障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來跟那個科技 那相關的第二層級的緊急警報 目前都還沒有規劃是不是 羅助長簡單說明一下 是我們後面有一些 我們總共有21個頻道 但是裡面哪一些頻道要 配合哪一些的信息發布的話 那還是在災防辦公室那邊規劃 那目前這個都規劃出來 那這個頻道基本上 這次頻道做的話 基本上那些頻道 理論上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這些信息要發布的話 還是源頭 由災防辦公室那邊收集之後 直接送我們信息 現在極端性的氣候 颱風也非常的頻繁 而且都是對於台灣的民眾 造成很大的衝擊跟傷害 那有關於我們相關的警訊通知 它分成很多部分 剛才蕭委員也列委的提出 有關於土石流 有關於大雷雨 或者是相關的疫情 或者是相關的這種 休假颱風假相關的訊息 它分別有各個部門 提供相關的訊息 那這個部分的整合 以及目前規劃進度是如何 羅處長 不知道委員 那個所有的信息 規劃到哪一個簽頭發布 這個決定前都在災防科技中心 那這一部分的相關的 比如說土石流 或相關的一些訊息 目前都規劃出來了 那他們啟動的話 就透過系統來發送 那詹主我問你一個嚴肅的問題 那現在都講再規劃 再測試 那相關的國家級警報 或者是這種警訊通知 目前我們的規劃整合 要有一個時程表出來 好 相關的地震速報跟地震報告 這種國家級警報 相關的測試完整 以及到能夠真正的實施 萬一有這種重大的地震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國人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準確的收到地震速報跟地震報告 好 委員這樣子我大概 我大概清楚目前的狀況 所以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收到 應該這樣 我會來 我們這邊會積極的主動的來跟那個 我現在問你的是相關測試的時程是要多久 民眾 到 什麼時候可以準確的收到相關的國家級警報 這是什麼時候可以測試 什麼時候可以收到 時程給我們 目前應該 只要有在 委員指的是說 再一次的全國性的測試嗎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你測試 到底你有規劃多少次的測試 全範圍的測試 我現在更嚴肅的要問你是 民眾什麼時候能夠收到正確的國家級警報 不管是第一時間的地震速報 或者是之後 在五至七秒所收到的地震報告 什麼時候能收到 目前應該都 目前是可以收到的狀況 如果萬一有發生 某個區域 發生這種重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民眾都可以收到 你現在已經 要正式的向民眾報告這件事情嗎 目前 都已經完全測試完畢 而且能夠 在第一時間讓民眾收到地震速報嗎 你確定嗎 以過去測試的狀況 目前是可以收得到的 對 但是就是說 到底有多少不同的資訊 可能我 我會來跟那個 我講的是國家級警報 我還沒有跟你討論到警訊通知 國家級警報應該可以收到 包括委員 因為 假設現在有國家級警報發生 地震五星以上 那個中間氣象機會送到科技中心 有一個信息收集平台 全部都自動化 送到我們業者馬上就發布了 這除了發布的問題之外 我以前也在提醒你們相關的國家級警報 整個混亂不堪 同樣電信公司的手機 有的收得到 有的收不到 同廠牌的手機 也是有的收得到 有的收不到 有的區域的 也是有的收得到 有的收不到 或者是 同樣的地震速報在之後 收了五六次 對於民眾 那個才是真正的老民 這個穩定度跟測試都還有問題 主委 這是非常嚴肅的 我一再提醒 這是非常嚴肅 有關於人民生命財產保障的 這樣的一個第一線 你必須要明確的 你一定相關的時程 不能在這邊含糊的代顧說 在規劃 或是說現在都能測試 或者說現在大家都能收到 好 這不能隨便的 在交通委員會做這樣的 答詢 我先說明一下 手機的部分 會牽涉到105年3月1號之前 還是之後的機型 那至於說剛剛羅創 提到的那個規劃部分 我會很快的跟那個科技中心 還有在房辦這邊 來做一個確認 就是說目前規劃的 大概後續會是什麼樣的時程 這個NCC有相當大的證明 那相關的警訊通知這個部分 大雷與土石流 我們NCC要趕快去整合相關的行政院 各部會 提供相關的訊息 能夠到我們災訪科技中心 警訊通知現在還沒有 對 那個報告委員喔 地震速報是第一時間就發出來了 後面剛剛講的都是事後在發 對 警訊通知 然後警訊通知要發的話 決定以前都不在NCC 因為我們只是一個傳輸的平台 所以NCC有責任跟各部會 趕快去聯繫相關的 因為這一部分的標 然後NCC很重要的責任 就是相關的 有關於這種訊息 要怎麼到災訪中心 災訪科技中心 要怎麼透過相關的細胞廣播系統 傳送到各個業者 以及民眾的手機裡面 委員這個部分 我會來跟那個在訪辦 還有科技中心 主委我上次來跟你提到 有關於海嘯 海嘯 海嘯的部分 我們現在還是在發放 海嘯的警報釋放 9月21 然後也是用一般的訊息 通知民眾而已 這個日本很早就有這種 海嘯的警訊告知 這個部分我會跟政委 還有科技部長 因為那個科技中心是由科技部 那我們來看看說 剛剛委員提到的這些事情 分層不同的等級 大概會是什麼樣的時程 然後會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主委我還是要有具體的 時間表的一個要求 我會確定好跟委員報告 我希望你趕快規劃出時間表 至少在一個月內 你要把相關的 有關於國家體警報 相關的警訊通知 目前的測試規劃 以及到正式的發佈 民眾什麼時候 在第一時間 可以知道這些天災地病的 一個相關的訊息 而做出相關的 對於生命財產保障的 一些基本的措施 這個NCC責任非常重大 我會盡快來釐清這個事情 不要來到這邊 相關的官員還是在說 這個規劃 其實都是講得非常模糊籠統 生命財產的保障 是不容許模糊 生命財產的保障 是不容許有相關的這些 延緩的官僚化的 牛部化的這些措施 來傷害民眾 這個我也在 嚴肅地提醒主委 請你要好好的去監督以及落實 好我會盡速來確認這個狀況 謝謝委員 好謝謝李芬哲委員 贊助委李委員 李昭偉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我上個會議在那邊聽到很多次了 到現在他還在叫 可見你們官員都不理他 你剛才跟他講多久 你剛才回答他說多久 你覺得我會盡快來確認這個狀況 不要盡快 時間嘛 一年也可以 我看他已經搞了好幾年了 都還沒搞定 你應該就會確認一下目前的Status 因為這個真的很重要 好不好 不要我們李昭偉是好人 你們就欺負他 他提了好幾次 我都聽了好幾次 董哥主席 你是在巴火還是在歐古老 歐古老 你講日本話 真的齁 葉益晉委員 你要發言嗎 我問主席誰是外人 不行啦 好 接續請陳書院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詹主委 好詹主委 有請 主委好 委員好 今年的颱風特別多 九月以來 這個中秋連假的這個莫蘭蒂 還有馬勒卡颱風來襲 還有包括前天的這個煤基颱風 都造成台灣的這個電力啊 受到很大的損害 那在這個颱風期間 這個因為停電 所以很多民眾都是透過這個手機啊 知道外面的訊息 包括說這個停班停課的訊息 或者是各地災害的一個訊息嘛 那我們也知道這幾次的颱風 對於行動基地台也造成了很大的一個損害 那就目前NCC所掌握到的訊息 還有多少的這個行動電話基地台受損還沒有修復的 好 我跟委員說一下喔 就是說確實是連續幾個不同的颱風 所以壞了又修 然後修了之後又有這個狀況 那如果以最後的這個煤基颱風的狀況喔 這個損害的情形是這樣 就是說全台地區這個行動基地台大概 故障數有一萬三千多座 那如果是市化的話大概有9956戶的市化是故障的 那以目前來說其實我想今天報上大家有看到 就是說五大的這個電信業者其實是非常積極 投入了幾乎上萬的人力在整修 那有一些是牽涉到電力 有一些是牽涉到本身通訊系統的受損 那以現在的狀況代修復的數字 行動基地台還剩下三千三百多座 那市化的部分還剩下三千八百多戶 那以電信業者現在回報的 他們大概每三小時就會回報一次 損害的狀況跟修復的狀況 應該最慢在明天就會全部修復完成 明天啦 因為事實上台灣的行動通訊建設有一定的水準 也有不可或缺的功能 就像我剛剛有提到的 真的在停電的期間真的就只剩下手機 可以去及時的知道外界的各種狀況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說這些基層的工作人員 在風雨之中這樣子強修這個行動基地台 我們也在這裡跟他們表示敬意 當然我們也希望就是NCC這邊 要持續的敦促這個五大電信商 要盡速的趕快修復這個通訊的一個設施 那另外主委您8月1號就職 那到現在快要滿兩個月了 那這兩個月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看到NCC也有很積極的作為 因為我們看到上個會期 馬政府在卸任之前 倉促的丟出了這個匯流無法 那我們新任的NCC委員沒有照單全收 目前我們是將原來的匯流無法拆解成 這個新的電信法 還有數位通訊傳播法 還有媒體壟斷防治與多元價值維護法三部草案 所以本期對於你們的這樣子的 積極作為也表示肯定 不過目前我想可能比較受到矚目的 就是這個中加案的問題 目前投審會有退回來了 那我不曉得說我們新一屆的NCC 對於中加案的態度是怎麼樣 是不是請主委可以說一下 好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個部分分成程序上跟實質上 那程序上的部分 事實上投審會它並不是所謂的退回 因為就這樣子的一個媒體的併購案 其實公平會通傳會跟投審會 是各自有自己的執掌在進行 那原來程序上受限於通傳會 已經做成一個處分在前面 也就是在原來上一屆的委員 所以投審會它是依照它的程序 去就它本身的執掌範圍之內去做審查 那審查之後它覺得說 這個中間有一些疑義 所以它還請我們再看怎麼樣調查 那事實上通傳會自己本身 針對一個已經有的行政處分 它應該怎麼辦 也不是沒有辦法可以處理 所以事實上通傳會從頭到尾也沒有說 如果有應該要重新再去了解的部分 本來就應該要依行政程序法 有相關的程序可以處理 所以就這個通傳會 含回來的這個意見當然我們會參著 可是事實上通傳會也針對 原來認定的事實是不是有不清楚 或者說有一些應該要審著的沒有審著到 特別是針對實質的投資關係 有認定的可能性會有影響的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們本來也就喊請了投資人 就申請人要提供更詳盡的資料 我們是依照行政程序法 本來就是在鑑行一個相關的程序 因為我們看到就是今年 其實NCC在1月份的時候做成的處分 是以20項的這個附帶承諾 同意中加股權的轉讓案 那就本行所了解就是說 因為我看到媒體有報導說 ACC表示就是收到 等收到投審會的函的時候 會依照三大面向就是說 包括檢視買方是否有為履行20項負擔的情勢 或者是黨政軍以及已再入股的部分 還有了解是否有當人頭 還有遠傳介入中加人事案等的狀況來進行調查 那想請問一下主委就是說 你要如何依這個三大面向去進行調查 好 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個部分其實大概是兩塊 都是針對一個行政處分在前面 那20項的負擔本來就應該要去看 就是說包括說是不是有實質介入他的人事啊 就是那些負擔裡頭的情形 那那個部分就是說 事實上之前曾經針對 在我們還沒到任之前 事實上針對這些負擔是不是有引起疑慮的部分 原來通傳會也有做過一個行政檢查的動作 那那動的東西其實是 如果只要有相關的事證是可以持續進行 那個是針對行政處分如果還沒有被撤銷 或者是被廢止的情況之下 那些負擔還是有效的會看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針對他是不是實質的交易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含請投資人申請人 提供原來合約相關的附件要完整的 讓我們來做考量 那那個部分就是最後 如果說實質的投資關係是有一些影響的話 那他會適用的就會是所謂的黨政軍 對 因為中家案可以說是被受國內外的矚目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案子除了依法行政之外 更要顧及這個民主的基本精神 還有考量到產業的困境的解決 以及外界對於形象部價財團併購媒體的一個負面的一個觀感 謝謝委員 我們這個部分會通盤來考量在法律的基礎上面 依行政程序法來做後續的處理 對 那因為我們未來NCC也能會在面臨很多的這個媒體的併購案 還有包括前朝累積下來的官司 所以還有這個新匯流大法的重大議題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這個NCC要有比較具體積極的一個作為 才能夠讓民眾來信服 那我們也希望說NCC能夠跳脫以往就是只是監理的一種傳統的一個思維 對於政策面能夠有比較具體的一個思考 是 跟委員說明一下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本屆的委員也都有一個很高的共識 就是說監理本身它當然它是手段 可是事實上監理也可以達到某一些政策的目標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視照 那到底希望這樣的一個市場它形成什麼樣的一個太陽 能夠帶給消費者 帶給不同的業者 是不是能夠帶來更多的創新或者是就業的機會 這些其實都是所謂以監理的手段可以達成的政策目標 所以我們針對 剛剛業務報告裡頭也有提到 不管是11T或者是其他的視照 或者是未來的很多的監理 其實我們都會比較以從達到什麼樣的政策目標跟願景 這樣的一個思考來作為我們監理的手段的執行這樣 好 謝謝 那另外就是說有關這個收費的問題 那去年就是第八屆第八會期的時候 這個交換委員會就已經有決議 就是針對這個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提出分人組付費的一個方案 那結果目前我們是取消了這個上限 收費的這個上限 六百塊的這個上限 那這樣子是不是會意味著 未來有線電視費用會再上漲 有沒有可能 好 跟委員說明一下這件事情的進度 這個是以我的了解是在年初 就是去年底今年初廣電三法修正的時候 委員會有做成一個決議 那這個決議就是希望通傳會能夠提出一個分組付費的辦法 提到委員會來 那那個辦法大概在六月八號的時候 也已經在原來的委員會的組成裡面 有做成一個這樣的行政的應該算行政計畫 把這個辦法提到委員會來 那當然現在的情況是 它會涉及到的Stateholder很多 包括系統的業者包括頻道的業者 甚至包括是不是消費者真正能夠受惠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之後可以 我們再來看怎麼樣來討論 那但是就是說如果真的是數位化之後 然後分組的頻道可以有更好的組合的時候 其實它的價格可能會變成是 比較在多元化的選擇之下的一個 可能的不同的配套的方案 至於說價格是不是會比較多或比較低 這個可能還不一定 但是我自己比較concern的是說 是不是真的消費者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權 我覺得一個分組付費的計畫好的 應該是判斷的標準可能會在這邊 也是很重要的一塊 對其實這個有些電視費用一直居高不下 是一直為這個百姓所詬病 那其實在基層很多民眾也是一直期待說這個費用 可以能夠就是符合他們就是他們所使用的一個費用 因為我們知道說現在很多的業者都是把很多 可以說比較沒有人看的頻道都把它綁在一起 然後強迫這個民眾吞下去 所以目前我們NCC要求這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要全面這個數位化 然後未來不能再提供類比式的一個訊號 可是就是說這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技術提升之後 很多的衛星電視也沒有跟著提升 那這樣子民眾被強迫購買很多的頻道 其實很多都是好像就是沒有辦法訊號不好品質不好 我覺得對於民眾的一個權益也是有損害 所以在這個部分未來就是說我們NCC有沒有可能 就是針對於這些衛星電視台換照的時候 可不可以要求他就是他所提供的這個收視的內容 還有品質來要求然後藉此來泰列流量 一方面可以提升台灣的媒體產業 那一方面也可以保障消費者的一個權益 是 跟委員說明一下就是說針對在品見跟換照的時候 事實上這些都是我們通盤會考量的重點 不過再回到剛剛講的我覺得這裡面其實 因為我大概經過這一個多月其實過去其實就有蠻高程度的了解 可是再細部再去了解我覺得剛剛委員談到的幾乎每一個問題 其實都是環環相扣 就全面數位化之後頻道的選擇 分組的付費上下價還有授權條件的洽談 每一個環節其實都是扣在一起的 那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來看這個部分應該怎麼樣做一個最好的處理 讓這個消費者能夠享受到更高品質的服務 對 因為其實民眾對於新政府也期待蠻高的嘛 希望就是說能夠在未來在這個收市的權益上 我們能夠就是物超所值啦 就是說付出多少錢然後能夠得到等同的一種品質啦 不要說就是付了那麼高的費用結果頻道都是一些收市不良的一些頻道 所以這部分要請我們主委就是要多用心一下 很多面向都要繼續努力 對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陳樹葉委員 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請議事委員宣讀第一案 有建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為獨立行使資權單位 應秉持獨立機關的專業審查態度 中間案不能因政治爭議 讓專業凌駕於獨立機關的獨立性及專業性 導致傷害了一個國家的法治形象 重疮國家公信力 也破壞國際評比印象 要求NCC尊重法律 儘快對中間案做出最後審視結果 恢復投審會 讓正常投資案進行正常審議程序 提案人陳雪森 嚴熟人鄭天才檢東銘宣斷完畢 好 各位委員及行政單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哈 沒有意見 照案通過 那麼臨時提案處理完畢 如果有委員對上述提案補簽的話 我們列入記錄 繼續請簡東銘委員發言 北京中tempsendes 主ef ul會人員有請主委 請主委 謝謝 任何一个灾难的发生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通讯器材 是最重要的一环 现在目前几乎要救难 没有通讯的器材 几乎都没有办法实施 所以我想不知道 我们NCC这次碰到 这次的风灾 苏基风灾 你们有没有统计 在整个通讯方面 整个受据的情况如何 借这个机会跟委员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风灾连续 我们就以最后这一次 就以梅基的这一次 如果以通传会这边 所统计的 跟行动机器台跟式化有关 那行动机器台的部分 故障数 是大概有13966座 那那个式化的部分 故障的部分是9956户 那已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想今天报上也有看到 就是说 其实通传会从这个应变中心成立 就一直持续的跟业者在做互动 请他们要尽快的来处理 那他们也出动了几乎上万的人次 所以一直密集的在修复 在非常困难的环境 那目前修复的状况 带修复树行动机器台 还有3342座 市化的部分 带修复的还有3809户 那以我们目前所了解的状况 应该最慢在明天可以全部修复完毕 那业者其实在这方面 是非常的尽力很快 因为我都看到他们 随时会报这个相关的数字 他们会尽力来处理这个事情 通传会也会持续来监督 跟这个回报相关的讯息 光屏电路的部分 光屏电路 受询的光屏的部分 宽屏是有限 对对电视的部分 电视的部分 电视的部分是这样 我们统计 这个是我们内部的统计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累积故障数是17万 17万多 这个数字是17万 当然 主委重点不在这里了 还剩下8万多户 受到这个影响 当然重点还是在这个通讯方面 造成这么多的这种受损的这种情形 你们现在恢复的情况 大概明天都全部恢复 大概现在是七成 70%都恢复了 所以我想我们一再的在 要求我们NCC 尤其是这个在偏远地区 这个高康灾的部分 高康灾的部分的测试 从103年开始 我想 就相当重视 因为98年的这个八八风灾之后 所造成这么严重的那种灾难 主要就是断讯了 整个电讯都断掉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重视 但是我看我们NCC 整个经费的议算的边内 包括我们执行的进度 都不如意期 像103年 我们科发基金会大概是 核定了5000万 核定了5000万嘛 你们完成了6台 103年 其他结衣管 结衣管还有多少 你们这里就结衣管交回 结衣管到底结衣管多少 103年 这个细节的部分 我可不可以请我们 请处长说明 发表检委 我们这个钱是编在科发基金里头 103年有5000万 那个部分是都已经 你们执行多少 6个赞已经都完成了 结衣管是拨还给科发基金 那104年 我现在再问你 那个结衣管当时多少 剩多少钱 103年 3000多万 3000多万 5000万你们就执行2000万嘛 还有3000多万 这执行1000多万 还有3000多万是 在还给科发基金 104年 104年 这个科发基金会又核定了 1亿8000多万 对不对 1亿8142万 因为你们执行方面可能有问题 你们要求延长到106年 106年底嘛 这18000万要执行完毕 但是现在看一看到9月份为止 你们现在所完成的比例 大概 完成的经费才6000多万 34.04% 所以还有一亿多的经费 现在还没有执行 104年我们是做了12台嘛 合计已经接任大概18台了 18台 但是其中 就是 已经建制完成的有9台 建制中的有7台 然后审核中的2台 这样的经费也没有办法打到1亿啊 这个18台 网络委员 我们其实都积极跟地方政府 还有中央部会来沟通 因为我们这一个计划是要 公部门来申请 我知道了 你现在问题又推给说地方 没有找地方给你们做吧 陆陆续续有在沟通 那目前这个我们还有16台 陆陆续续已经在洽谈中了 所以还会有1亿1100多万的 这个匡列的预算在里头 那除了这个之外 目前还有大概866万 我想说科发基金这么重视 这个拨了这么多的经费 我想你们执行的那种情况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忧 本来可以被建制的很好 你们现在又接洽中的 大概还有十几处 大概有十四处 你们是接洽中的 包含这次灾害最严重的 乌来 尖石 还有桃园区 桃园区这次很严重 还有仁爱 这四个区你们都是在接洽中 对我们都会在积极跟地方政府 在洽谈 请他们尽量 但是这个境外 只能你们已经申请延到106年 只能用到106年 之后你们这样一年当中能够建制完毕吗 我们尽量要求地方政府尽快 在今天内发报 我看那个主委 这么多的经费 我们就不希望说就像这个103年 给了5000万退还3000多万 不要说这次给1亿8000多万 又退还了1亿多 是 好 跟委员说明一下 那这样了解这个状况之后 就是说 我们会 针对这个高康灾 就是说目前有在接触的 有什么困难 然后我们赶快来想办法 让他可以确认下来 一方面是有这个需求 然后再方面也是预算执行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来把 至少这16处有在洽谈的 要能够积极的把它 能够洽谈完成 前面的48处能够积极的去处理 在接洽中的这个 16处我看的话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地理 既然已经开始在接洽 就要来想办法看看说 是不是能够想办法把它完成 但是你们接洽的期限 都会延很久 主要是跟地方的一个沟通 好像有问题 好像有问题 我想没有一个地方不愿意设置 这个高刚才的这种通信的这种平台 没有设置这个对地方的安全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门 刚才前面委员也都提到 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危 应该是摆在第一 所以我想这个执行的问题 在106年 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那种进度 我们应该可以积极的 把这个相关的效应 还有现在整个气候的变迁 还有客观上它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这些东西在做更完整的 更清楚的 跟地方政府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好 希望能够积极来做一个处理 另外我看到你们的报告 这个中广的频道 跟评论大概你们要做一个调整 而且大概针对音乐网跟报导网 这个两个部分 将来要把这个频道 成立一个全国的原住民电台 广播电台 还有客户家的广播电台 你们现在进度如何 跟委员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是这样 事实上这个政策大概在102年的时候 其实过去几年 大概就一直有在确认这件事情 那包括在中广本身换照的时候 也都有附加这样子的条件 那目前为止是这样 就是说圆明会跟客委会 也已经有在准备它的这个 生设的计划书 那这个计划书已经在初步的有一些审查 那应该会在10月多的时候会提出来 那因为它是属于公社的这个 所以我们内部有一些法制作业在做 所以应该希望可以在今年可以 一方面当然是看原委会跟客委会的进度 可是事实上我们已经有 把这个影韵计划书 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的完整性 大概也有 请圆明会跟客委会那边 做影韵计划书的处理这样子 对 我想你们 你们ACC本会跟这个圆明会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在中广 你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 这个部分应该这样 就是说从行政院在8月16号 已经做成一个延续之前 大概做一个政策的决定 而且事实上在中广 在6月30号 有一个换照程序的时候 也把这个附加在准与他换照的条件里面 那目前为止 应该是会 程序上会等到客委会跟原明会 在提出他的深色计划书之后 我们核准的时候 同时把这个频率回收这样 因为基于我们所知 中广的音乐网 包括包导网 尤其是音乐网 听众是相当多 收视率是相当高 听众的权力的问题有没有受损 这个部分其实针对包括听众还有他的员工 还有各方面的部分 就与全力 这个东西我们会特别请中广 在做这个规划跟注意 因为当时在换照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有做出相当的承诺 所以我们说政府单位 不能说一位的说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应该也要想办法 做一个沟通 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 不要到时又引起抗争了 所以这一点希望 我们当然是非常乐意 有一个全国的原住民广播电台 我们和乐而不为 所以这一点请我们NCC能够 很好的一个处理 好 谢谢委员 好 谢谢陈东美委 邓闭湘 帮我待五分钟好不好 好 接下来请李洪金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主席有请我们主委 好 请主委 主委好 几个面向想请教 刚刚监委员有提到 这次风災的基地台 我们受损的是有一万多座 对 对 一万多座如果照我们全国基地台的比例 是占了多少 百分比 应该差不多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左右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是不是处长 好 没关系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没关系 大致也都可以 那这个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刚刚前面有委员提到这个警报这个灾防报警的问题 那这个就牵扯到通讯收讯的这个优量量寡的问题 那这个也同于 所以说这个又要让我们来去反省的思考的就是说 我们的警报系统做的再怎么优良 当一个风灾过来的时候 基地台的断讯会影响到至少 以现在以煤积的台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讲 至少影响到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 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这个警报系统的 它的本身的意义就会大大的打了一个折扣 这个就好像前一阵子我也跟林全院长讲的 这台电的停电 那台电的停电 你叫台电的员工下去修 那它真正它的核心的原因是在哪里 它的核心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的电线杆受不了风灾的一个吹 这是它的强风 那电线杆的设计 我们依照以前的传统的到现在都没改 跟日本韓国一样 可是日本韓国的台风 这次数远低于我们 它简单来讲就是可以耐13级的风 那只要超过13级的风 我们的电线杆随时都会有折断的可能 像这一次的迷积 包括上一次的那个叫什么台风 什么莫兰蒂 还有马勒卡 这一些都是超过13级 那导致停电的因素 所以用这个来回顾来我们来检讨我们的基地台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基地台的整个的一个设置的过程里面 我们对于未来因应我们的平凡的这样子的一个风灾的状况下 如何能够耐得住多少的它的耐风的强度 在这种方面的检讨 是不是我们在NCC里面 是不是应该要把它纳入考量的时代 是 跟委员说明一下 这个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当然它会牵涉到电力 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如果不牵涉到电力 就是基地台本身的韧性 我想那个昨天在 昨天在那个庄应变中心 事实上我们在政委主持也有讨论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就 就这个部分会来检讨 这个是属于基地台本身 那如果说是跟电力有关的时候 那它会影响到这个收据 那那个部分就是 如果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所谓的高抗灾 高抗灾的那个系统就会有电力的备源 对就是备用电源的部分 所以就是两个方向嘛 第一个就是耐风的部分 跟备用电源的部分 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在设置基地台 它该有的基本的配备的方向嘛 那朝这个方向来走才会 未来才会有更大的好的方向嘛 对不对 更何况不要去提到 之前也有刚刚也有委员提到 我也有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预警系统 现在在测试 那测试你都没有去先标明它的一个测试 然后就这样出来的话 像我看到有一则新闻 那个八点多的一个地震来了 海啸怎么样怎么样 那不吓死人啊 那你也没有讲说这是在测试 那海啸也不是马上来 这个所以在这个我们会变成有一种狼来的一个心态 那以后真正真正它真正是预警来的时候 大家以为还是在测试 所以测试就是测试 那就该挂测试的一个名称在里面 让百姓知道这是测试 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应该借由这一次要去检讨的嘛 对不对 我看到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到现在我们如何来去做它的一个检讨方向 还没有具体的出来嘛 是不是 那这样刚刚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会尽快来跟那个在防办 然后看说目前为止各种不同等级的讯号 大概未来会纳入什么样的讯号 这个整个会一起来看 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预警系统当成一个万灵单 其实跟你们讲 这专业也不是在你们这边 你们只是一个整合的一个平台 其实在地震的预警系统 我们这铺的海底电纜 只能是在板块的地震 做个预警而已 那我们台湾其实还有50多条的 所谓的我们的断层 其实那边是预警不到的 那未来的话 如果你再看更复杂化的话 那我们土石流的潜在区 那河川的泛滥区 这个如果真的要做到预警的 预警的这样子的一个充分的资讯的话 那一次出来的我们会有几条 那这个是会非常非常的频繁的 那究竟他是要如何来分区分割 这个又是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不是说要 应该是说要赶快来协调整合 在访办这边有一些相关的 因为有一些跟救灾 或者是防灾有关的专业知识 可能在整个协调整合的机制里面 那当然我们可以主动来 我跟主委讲了 这个其实已经讲了很久了 这个已经讲了十几年了 这个跟你们没关了 只是你们翘要再提这个 我也顺便带一些问题 你们最主要是把平台做好了 不过未来的话这个平台是会非常的复杂 那这个你们要去如何去检讨 那另外一个 这个也就是符合我们现在未来 现在时代的一个改变 像我们以前的广电三法 包括到上一届的我们的汇流五法 那这些法究竟符不符合 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 世界的趋势 这个其实比方说 我们上一届要推的会流五法 我们还是要用旧的方向 旧思维 还是有没有所谓的新的考量 我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台湾 现在大家吵着 我们要加入TPP 我们要加入那个叫什么 那个服务贸易协定 TISA 那我们要加入TPP 我们要加入TISA 那我们的汇流 我们未来的现在新的 要准备要纳入法的汇流五法 跟这个有没有抵触 百分之百一定抵触 这个跟委员说明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跟国际有关的趋势 其实不管是EPICTEL 或者是TISA 或者是TPP 其实都是我们高度在关注的 那TPP本身 它有26 应该有26张吧 那里头有一些相关的电信服务 什么这些 其实我们都有在关注 那我想 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在思维的转变 那就是说 跟我说明一下 就是说针对汇流法治 就是说 这个无论如何 其实必须要往前走 因为未来 作为这个数位经济的支撑 其实说 没有我这是提醒你们 这个在这边变也没有用 你现在提到的一个就是 思维的转变 这思维的转变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媒体 现在包括我们的数位汇流 已经不是像传统的那样子的一个方向 这就好像是说 我们在以前的旧思维 我们在看那个广电三法一样 现在我们的网路新闻 网路新闻现在的整个的一个阅读率 超过任何的 包括平面媒体 包括电子媒体 随便一折出来比较有内容性的 都上百万人在看 那电视的话顶多那种好的收视率 都要二三十万人在看 这个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个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数位汇流的时代的来临 那我们以前还一直在重复的在回复到所谓的媒体垄断 那媒体垄断只是在局限在这个区块 其实这个区块已经大起来 那我们还在讨论这个区块 那真正的这个区块已经大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种思维已经跟以前的时代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如何跳脱这种旧思维来看这种大的方向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检讨 包括我们的委员统领也必须要去检讨 这个就好像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录制好了 包括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叫做党政军条款也好 我们现在我打这个就有两个方向 你比方说党政军条款 党政军条款我们现在反过头来逆向过来 现在的媒体的经营者他有没有去介入党政军 你现在党政军不能介入媒体 那媒体的经营者有没有介入党政军 这应该要相通的 结果我们现在只能一个方向去 这个方向不管他 这也就不对了 这个委员刚刚提到问题分几个层次 就是说首先前面提到的那个就是 有关于这个广电三法的想法跟所谓的反民党断 那这里面牵涉到既有的高度管制的市场 他怎么样能够相对来说去朝解除管制的方向来走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应该会有法治要去处理的 那之后等到这个管制相对低度管制的之后 其实要去处理的就是公平的竞争 怎么样促进的竞争 我讲真的啦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理想啦 可是现在我们台湾的这种社会氛围做不到啦 这我们也凭良心讲 可是要去努力啦 一定要朝这方向努力 要不然台湾未来 一定要去努力 要不然台湾真的是讲真的 比较辛苦 非常的辛苦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大国的崛起 你现在光去年 中国大陆在海外的投资大概就是1300多亿美金 他只要要如何来阻隔住你台湾 如果依照我们台湾的这种法令 他很简单啊 他只要世界各国的所有的大企业 他都去插个旗就好了 他也不要全部收购啊 那这些入资就全部卡在外面 我们永远我们的台湾的这边的内部的投资 就会产生他的问题在 所以这个也是回归到我们讲的就是说 当然我们要安全到我们的咨询安全 可是咨询安全的这个defense是要如何来去做 跟党政筋条款的defense一样的问题嘛 这个是同样的问题 你不能就是百分之百把它shut down 那你未来我们的媒体发展 这个的区块就会产生很大的病变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最近我也看到一些畸形的方向就是 我们现在的一些大的企业家 就开始想尽办法能够买媒体就买媒体 那现在呢我们的有线电视跨区经营以后 现在恶性的竞争 那恶性的竞争了以后 有线电视现在每一个人现在头都在发烧 这个也是好现象 大幅的把整个我们的收视的权益 那个钱降下来 可是当你的这一些大家看到 以为拿到了媒体我就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主导 这个已经变成我们台湾的一个非常要不得的一个畸形的一个现象出来 那我常常也跟他们讲 因为我们台湾的竞争媒体 是非常的恶性的 因为收视率的一个市场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有机会我碰到那些人我都会跟他们讲 你们如果真的买了媒体的话 你们未来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媒体 因为你们的竞争性是非常的强 当你出了一小状况 所有的媒体红死你 恨不得就把你打趴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台湾的最糟糕的一个媒体的竞争的恶性方向 那这个就回归到我刚刚跟你提到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从广电三法包括汇流五法 如何跳脱我们的旧视围 改向我们现在所谓的新的新视围 包括我们的TVP也好 TX也好 包括数位汇流也好 这些该是我们做一个全面的重新的改变方向的一个时间 应该是要赶快 好谢谢 谢谢委员 好继续请我们赵伟陈写生委员资讯 谢谢主席 是不是有请我们投审会张志勤秘书 请张志勤秘书 我记得在上个会期我跟经济委员会林代化召委啊 我们共同主持一个会议 共庆会 那么对乌伯 对乌伯要对他停权的问题 那时候你在公订会上面答复我们是两个月嘛是不是 一个月呢 一个月嘛 对对对 后来我想请问你 你接到谁的指示又停止了呢 动作又停止了 并不是接到指示 就是我们这个案子后来我们开了工作小组会议之后 警政院就 后来第二天新闻就各报都上了头版头 不是交通部依法行政啦 你认为要不要依法行政 我们也认为是应该依法行政 那你们有依法行政吗 这部分 我问你 有没有依法行政 这部分等于说我们的整个审核的处分程序一直还没完成 要多久才能完成 要多久 我想请问你 你们公委员可以不作为吗 我们现在是等于是那个行政院要求说由交通部先把一些相关的问题 你不要退交通部啦 是 我问过贺城部长 他依法行政啊 我说你回答记者依法行政四个字嘛 是不是 国家定的法律干什么 就是让你遵循嘛 你投审会也一样啊 那么多的市政已经提供给你了 你们要依法行政为什么不依法行政呢 这个案子我们签上去到部里面 没关系我想在另外的审核会里面 我还会做出相关的咨询 那么今天我要问的是 你们投审会是NCC通传会的上级吗 不是 不是哦 不是的话你们审查你们的NCC审查NCC的啊 NCC的审查程序已经完成了送到投审会去 你们就你们的问题去处理嘛是不是这样 因为NCC在9月7号有发一个喊给 NCC发给你喊你发给他 不是他有请我们针对于投资架构 还有实质交易内容能够再去 那你们发还给他是重审吗还是给他们说去补墙呢 我们事实上是提到我们的委员会去做审议之后 我们有我们二十位委员里面有大概有五位委员他是针对有一些问题 他觉得需要理解是哪一些问题 党政军的问题吗 这里面是有涉及到党政军的认定的问题 那你针对远传党政军的问题 对富邦没有党政军的问题吗 富邦的部分 那个他是个人投资 个人投资 对 你们要注意依法行政的问题嘛是不是 NCC已经审查完毕出来了 审查多久你知道吗 审查了一年半 一年半 出来以后好再给你们 你们再退还给他 他又放在那里 你们是委员会通过的吗 我们是到9月20号的委员会 五个人有意义就把你们全部人打翻了是不是 因为委员会是采公事决 公事决是什么 全部都要同意 是多数福同少数 有一个不行就不行了是不是这样 如果有委员有反对的话 他必须要提出他要反对的理由 没关系 我们需要去做行政 张秘书你请回 谢谢 我想请主席请专主委 请专主委 所谓的退回 因为投审会并不是通传会的上级机关或者是这个宿院或者是这个机关 他是把他们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疑虑含之我们 对那但是通传会自己本身 他疑虑有很清楚的指名吗 就是如同刚刚那个张执行秘书提到的就是说针对这里面实质的投资的因为在那头审会的立场他们针对借贷的关系如果超过一年以上就会认为是投资那当然不同的法令针对投资有不同的定义跟看法所以在这个行程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决议所以把这个意见 这个案子在我们交通委员会上个会期已经省了很久了第八届的会期省了很久了好不容易送出去了难道520以后政党轮替那下一次如果再政党轮替的话再把案子再翻回来这样子恶斗要斗到什么时候 我跟委员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依照行政程序法这个跟任何的政党或者是其他都没有关系依照行政程序法原来的处分机关本来就可以 针对他自己做成的行政处分 好 那就不是重诊了 他是已经一个合法的行政处分怎么样去看看是不是有符合行政程序法上的得以废止或者是得以撤销的要件 那你们是不是确认调查一个月份的许可的处分是不是这样 那个处分还是在的所以我们要去看说原来的处分是不是有行政程序法上的事由 那照您这样讲的话目前NCC并没有说要决定重审这个中加案 对 但是通常会从来也没有说过如同报上媒体讲的不审或者什么 因为我们委员会根本每一次的委员会的决议都非常清楚大家看得到 从来没有说不审或者继续审 我记得在你资格审查的时候 我们委员曾经问过你 那你的态度跟现在态度有点不一样 没有 我跟赵伟报告 我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 就是说如果具有行政程序法上面第117条或者是第123条的事由 我们本来就是可以原处分机关就是可以去做一个处理的 那你现在并没有说决定要重审吗 应该是说我们会去了解这个里头有什么样的疑议 或者有哪一些事实是还未尽调查的 主委我告诉你的是你们要依法行政 而且你们是个独立的机关 你不能因为哪一位委员提出来或是谁提出来 你们有你们的一个制度 哪位名嘴就跟最近一样 名嘴说那个赵峰案哪里没办哪里没办 哇塞 这名嘴都是在指挥检察官办案 有这样子的吗 跟委员报告就说事实上通传会是依法行政 我们刚刚已经强调我们就是依照行政程序法相关的 可是本来原处分机关就可以针对自己做成的行政处分 是的 对所以我们会依照相关的法令 那问题是说这件事情其实各方的都高度关注 所以我们去看了相关的资料 事实上是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应该要在 你不要说有一个投资案 你先画一条线把它挡在门口 我怀疑你是什么 我怀疑你以前是强盗 我怀疑你没有证据嘛 你要拿出证据来啊 我们有请申请 那么严格的画一条线在那边 谁敢来台湾投资啊 我们会请申请人再提出相关的资料 因为看起来有一些资料事实上是还没有呈现 你不可以因为说行政院长的指示 或者某一位委员的咨询 或是总统告诉你 跟你咬个耳朵讲什么话 这什么话 跟委员报告 我们完全是依照行政程序法 你们这些程序有没有经过你们委员去讨论 我们目前为止 委员会并没有做成不审 或者是重审 或者是拒审的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委员还在工作 所以你任何决定不能因为你个人决定 当然 所以我们的委员就是现在还在看相关的市政 然后到时候才会针对原来的行政处分 有没有符合行政程序法上的要件 来做最适当的处理 那我请问你投审会给你的公函 有没有任何的拘束力 形式上是没有拘束力 但是可以参着 因为它不是我们的上级机关 像交通部上次Uber的事情 我跟林代化委员两个主持的会议 他们也答应一个月之内给我们回复啊 回去以后就翻了 我说谁啊 张景森政委 我问张景森政委 他说不是他 到底是谁是鬼啊 那背后怎么有一条 有个神在那里面指挥啊 很奇怪 是上帝还是耶稣呢 是 没有这样的事嘛 我想针对这样子这么关注的事件 我们一定会在法定的程序 然后在相关的行政程序法的 这个依法的情况之下 尽快来处理 刚才我们李红俊委员问了 台湾 台湾啊 就那么大 你去问外面老百姓 你说党政军没有介入媒体 或者媒体没有介入党政军 你们把新闻台打开 随便到街上问一个老百姓 我问你三立是哪一台的 他们讲得清楚 从头骂哪个党就骂到尾嘛 中天是哪一台的 中天就从头到尾骂 另外一个党就骂到尾嘛 清清楚楚啊 现在台湾电视 有哪一台可以看的你讲 我看只有看韩剧 韩剧没有政治色彩啊 委员要支持本国家 你说要我看哪一台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这么说啦 就是说 法律上确实党政军现在还是一个有效的条款 那至于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金 这个东西可以大家来讨论 那至于说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政治色彩 去投资跟介入到媒体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 用党政军的力量去介入到一个媒体 跟个人本身有政治的立场 去加入某一个政党 我想这个可能 现在主委啊 台湾是有法无天啊 你知道吗 不是无法无天 是有法无天 你知道吗 大家你看 每个人啊 冠冕堂皇 哎呦党政军不能介入 你去看哪一个电视台党政军没介入啊 那不然就媒体去介入党政军 很清楚哦 我有了媒体就控制你军队 控制你政府嘛 是不是 如果一个政府跟着媒体在文鸡起舞那还得了啊 每一位名嘴都在那边指挥办案 我想我们可以维持到一个就是依照行政程序法来建行相关的程序 NCC竟然是个独立的机构 我希望你们就按照独立机构 给你的行政程序法给你的法律的规范 你们好好的要透过委员会去执行 是 我没有替任何一个政党去干什么 我没有那个色彩 是 我的色彩并不鲜明啊 但我觉得要讲个道理 对 报告委员 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是依照行政程序法 然后在 不是在正式 我们正式委员会都还没有做成任何决议 但是我们确实是已经有发现某一些事实 应该要做更详实的调查 因为他们有规范嘛 对 没错 中间出座案你看已经有20项承诺啊 如果违反了你们的承诺 你们对里面的处分很清楚嘛 是不是 承诺也会去调查 可以去处理啊 是 承诺也会去调查 那至于说原来的处分所认定的事实 是不是有所不足我们也会去调查 我们的政府是有法无天 我跟你讲 我们会依法行政 我们会依照行政 无法的事情 是不是 讲的清清楚楚啊 是 真的很莫名其妙 真的很莫名其妙 我们会在法律的基础上面来做 我现在被电视机哦 我也不敢打开 看了以后神经病 我跟你讲 变成精神病啊 精神病啊 你知道吗 请你们好好加油 好不好 是 谢谢 我们一定会依行政整预法来处理 谢谢委员 好 继续请苏正清委员 执行 好 谢谢主席 主席请问一下我们通传会我们主委 张主委 好 请丹主委 主委 你好 委员好 主委 这个 这个是你们今天的这个业务报告 对 书面的 对 这个是什么报告 这个是另外就是 因为我们这一届的另外口头的补充 口头的补充 所以写口头报告补充报告 那是还有口头报告 还有一个补充报告是不是 那应该是我 我在做口头报告的时候的做的一点点的补数 对 所以 我是觉得这样 你既然要补数的话就写口头报告就好 为什么还有口头报告补充报告 这个我谈到门湾徐教授 他也看不太有 这个 简单的讲 这个就是你的口头报告吧 对不对 应该以业务报告为准 然后口头是我extra补充 好 OK 好 不管你的报告是怎样 你算是第一次来背询嘛 对不对 是的 好 刚才有委员问到 问到我们这个 你们有新闻给中广 这个报道网跟音乐网 希望他们能缴还给国家 对不对 呃 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去韓中广 因为 没有吗 还没有 那你们有没有要求 依照106年6月30号换照的行政处分 要缴回两区的全区调评 跟委员说明一下 这个程序是这样 因为在6月30号的时候 中广是换照 换照的时候就有给他附加这样子的条件 好 有附加条件 那你刚才怎么回答简多名委员 哦 我回答他是说到时候 因为这个条件里面 你说要等到客委会跟圆明会提出计划 才会收尾全区网的执照 对不对 是 因为这个条件就是等到客委会跟圆明会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中广过去 不当的占有这两个频道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是这么解释 所以你才会要求他们缴回嘛 没有错吧 换照的时候的条件是 依照客委会跟圆明会提出申请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要求他缴回嘛 但是你要知道既然他如果是不当的 你多让他存在一天 就是图利他们多一天嘛 没有错吧 这个逻辑应该存在吧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等到所谓的 圆明会还有客委会提出计划才收回 那你们有没有要求 客委会还有圆明会 赶快早一天送出计划呢 有没有 目前为止应该这么说 他是不是属于不当党产 或者其他不当 这个可能有其他机关来认定 那我们现在就是客委会跟圆明会 我们在内部的法制作业 也需要让他可以有apply的规则 所以我这边要跟主委讲啊 只要这两个频道多一天没有收回 我们就是不当图利中广多一天啊 所以当初在换照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护交的诞书 但是在行政程序上 我们只是希望NCC如果站在职责上面 因为他要换照 所以我们也希望 你能够都跟客委会还有圆明会 叫他们赶快提出所谓的一个所谓的计划 你们才有这个理由去收回嘛 对不对 是 委员这个部分就是说 客委会跟圆明会的这个营运计划书 应该都在既定的时程的范围之内 那既然谈到中广的问题 主委我想问一下 这个中广它拥有五个全区网没有错吧 是 没有错吧 拥有31个调频的频率 38个调五的频率 占整个台湾无限广播频率占有多少 比例吗 比例 比例是多少 郭刚刚的数字是对的 差不多三分之一 不只吧 他占了快多少 差不多吧 占了38.96 全区网喔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他占有那么多的一个全区网 其中包括两个 我们现在换照叫他要缴回来 那 主委 你刚接任 之前我们现在有要进行 我们第11T次的 第11T次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广电的四兆案 这我想你应该晓得吧 对 我知道 你觉得当初他们的方法这样是公平吗 对 所以我在 公不公平先跟我回答公不公平 就你直觉认为 会有一些疑异啦 那当然这个疑异 我们不要那么表手到底有没有 为什么叫做会有些疑虑 我手头上这一张 站在我们的南部人的角色 我们一看我们就生气 为什么 来 我念给你听 台北以加分配分的话 集聚14分 如果他把这个小功率交回去的话 如果他得标的话 他用这个去换照这个所谓的加分标准 把一个小功率的交回去 或是中功率的交回去 站在集聚里面 台北可以加14分 我们屏東加几分 委员这个部分 就说您先那个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包括这个试照 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所以我们委员会 其实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所以 我现在就要提出这个问题 当初这个当初的设计 就是为某人去量身定做嘛 为什么屏东的电台就加2分 为什么台北市的就加14分 好不只这样 妈祖儿你们两分而已 你也不用华议啦 我几分啦 你们两分啦 这边有写啊 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希望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在广电法第八条 广电法这里面的 我们这个广电法第八条怎么写 我们电波频率自分配 力求普遍均衡 对不对 就是频谱要均衡嘛 对不对 但是 从这个里面 的一个设计里面的 所谓的未来十一体制的开放里面 就很明显的看出 是为了 某个 财团也好 某个人去做量身定做的 我相信 你担任 当然 这不是你主委任期的事 我相信 你上来以后 你就可以看得到这里面 机关藏在里面嘛 某个人 我们都已经有经过讨论 而且 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针对他 预期达成的目标 跟世道的方式 都会来做 好 所以我这边只需要跟主委你讲 这么样明显的一个 所谓的 图立的一个行为 NCC里面 竟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还好 即使被人家挡下来了 那如果没有呢 甚至外面传闻 今天就是因为有人 因为要交回两个 全区的 所谓的 这个全区的 一个调评网 然后要做补偿给他的 这未免也太露线了吧 好 今天你担任主委 我当然知道我刚才讲的 这不是你们定的 但是 新的主委上来 新的委员上任 我们希望你们重视这一个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平谱的一个均衡 是 所以未来 我们我要的 我特别要求一点 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公平 而且一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正义的一个存在 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个平谱的一个均分存在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 那我们也要看 到底未来NCC 你们可以推出什么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公平性的一个制定原则 那主委 最后再问你一句 你认为什么时候推出来最好的一个适当时机 11T吗 对 11T 11T我们也会很快在今年之内 都会有一个 在年底以前 应该会有一个定案吧 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在业务报告里面 其实就有特别提到我们在做 主委 其实我是满心期许 因为从之前的NCC 他们这一些的这些 所设计出来的东西 我真的是 看了之后 我是真的是 除了摇头以外 还有叹息 我们希望看到新的委员会 能够针对这个 来制定一个新的公平正义原则的一个游戏规则 我只要求这一点而已 我们一定会朝这个方向 好 谢谢主委 好 谢谢委员 六甲摇头丸 好 接着请徐永明委员发言 谢谢 主席好 有请主委 好 请主委 谢谢 主委好 委员好 我想 其实我在很多地方都发言过 就是一直认为说中加案 是很重要 就是新政府展现跟旧政府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 虽然主委一直在讲说 这个 你们的 通船已经审过了 可是我要讲 独立机关的意思不是代表说 上一届的独立机关的决定 下一届独立机关 就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因为这个案子 一直以来 我一直觉得你的态度比较 模糊 那我想请问的就是说 当投审会做这个决定 那投审会的理由是怎样 投审会的理由是说 认定可能有托法行为 其实这个案子本来是投审会拿到以后 请公平会跟通船审 然后再回到投审会来做决定 那原则上应该是你们的决定之后 投审会是根据这个 可是投审会认为 这是出来的新闻稿 认定可能有托法行为 规避现行有限广播电视法第十条规定 有关党政军不得投资媒体 体制规定的疑虑 主委 请问投审会给你的公文里面 有没有说他们认为是怎样的托法行为 跟委员说明一下 投审会的公文大概就是像委员看到的这样 但是我要再一次 他没有说明 因为他这个指控非常清楚 是有托法行为 是 那我跟委员说明一下 从头到尾 我要再一次的重申 就是说从头到尾 其实我不想追究这个过程 反正投审会已经把案子回去给你们了 他说认定可能有托法行为 他有没有很具体的 程序上也不能叫做回来啦 就是说行政程序法上 没有所谓的回来这件事 我们本来就会参着投审会的意见 同时我们自己也已经有请 申请人再提供更多的资料 其实 所以主委我只是问 投审会给你的文里面 他所谓关于可能有托法行为 他有没有解释 他有没有说明 他就是像委员字面上看到的字 他认为他们的判断 投审会也是另外一个 他规避现行有限广播电视法 他这个指控是非常明确的 那你今天早上 的说法也变成新闻了 这你说 你们发现申请人并没有提供完整的资料 因此以根据行政程序 发行业者希望提供相关合约和附件釐清 请问他们规避了什么资料 你们的发现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 事实上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去 我们就是把以前的资料拿出来看 也不是因为现在20岁 就上一届的通传他省的资料 目前为止我们发现附件是不全的 所谓附件是什么内容 我还没有看到资料 附件我没有看到 因为它里头是少了附件的 那以我自己作为一个 是怎样 是本来有附件 可是上一届通传会 没有把资料留给你们吗 其实以我们跟对方律师联系 请他提供资料 他也说当时确实是没有提供 没有提供 那上届通传会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出来 这个就牵涉到他们希望认定事实的范围到什么地方 那这个附件的内容会是什么 通常以一般我自己做corporate lawyer的经验 就是说附件里头其实有蛮多会牵涉到 牵涉到当事人的权力议员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上届通传会是根据不完整的资料 来做出他们的决定 至少你是这样认为 你刚才说法是这样认为 应该是说我们这届的委员会认为 如果我们要认定需要看到这个附件 主委 资料不足 第二个 你们一直在谈若新的市政 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东西是 你再做股 这个实质影响力的问题 20个附带条件上一届通传会所做 很多都是要求远传不要介入 结果 事情一出来远传也在讲话 你让台湾社会觉得 这根本是远传要进来嘛 委员这个部分一定都会通传考量 一定都会通传考量 为什么主委我会这样认为 有个案子 这个是 这是呂芳明 呂芳明有案子在通传 已经过了吗 这个部分还没有 我们还在程序进行中 那我觉得很有趣 那呂芳明遇到这个事件发生 台湾宽平的员工出事的时候 他竟然出来说 他不是还没过吗 可是他为什么一定 他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的样子 這些在邀请申请人来说明的时候 我们都会一并的提问 不是 你看喔 这是六月发生的新闻 台湾宽平员工被冲走 这个亚太电信的董事长呂芳明证实 已责成台湾宽平通讯营运长亲赴现场 我意思我是不太清楚 如果这个案子在 你们通传还没过 那呂芳明是这公司的负责人来处理这个事 他会基于什么样的立场来讲这个话 这个基本上我们是没有 不会特别 但是他会是整个到时候审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问他 为什么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立场来说这一句话 你看喔 你上台以后哪些业者去找你 下一个 下一个 电信业者 那电信业者当然有 我觉得比较有趣 有线电视中加也一起去 就他们的五大诉求里面是 第二个是解除不合十一法令如党政军条款 我跟委员报告 我这个从来都没有单独跟业者见过面 我知道是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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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说中加 为什么这么关心党政军条款 这没有远传的影响力在里面吗 但是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考量 他不是应该是一家 他被购买公司 而且这个公司跟党政军没有关系 对不对 他来找你 专门谈党政军条款 应该 他就是把相关的意见提出 OK 因为我时间有限 我跟委员补充一下 刚刚您提到的东森案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案子了 我知道 所以我跳过去了 所以我只是想请问主委 除了新的市政 你现在认为资料不足 对不起 主席对不起 第二个 实质认定影响力的问题 第三个 如果没有实质影响力 中家为什么会这么关心党政军 那目前这些通船 对党政军的态度是什么 最后我想请问 中家的案子你们会办公厅会吗 我们会透过相关的程序 包括听证 会听证 所以会有一定的处理程序 当然 行政程序法 我们一定会依行政程序法来处理 那我们立委可以去吗 我们可以来讨论 然后来了解 OK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徐宥明委员 请请黄国昌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你们有请 詹主委 还有 投审会 张执行秘书 诶 两位好 实践的关系 直接切入正题 好 那个 针对NCC 就中家案的审查 刚刚 张主委说 你们一直有在 收集资料 那以及对于原来 他们申请案件 所做那个行政处分 附件不符的部分 在收集资料 那请问这件事情 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包括收集资料 还有补附件 时间点 我跟委员说明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8月1号上任嘛 那有一些资料 就是原来的审查的相关资料 我们是有调出来看 那看的时候 中间必须要发现一些疑点 所以正式请对方来提出相关的附件 应该是在上上礼拜 两个礼拜前 然后正式的再发函是在上个礼拜 你说两个礼拜以前 请他们提资料 是9月20号以前还以后 应该是在之前 9月20号之前 我现在不太记得 那个确定的日期 对 但是应该是在那个之前 因为那个时候 我才发现说 有附件是没有 那当然还有其他法律上的 行政检查这些动作 大概过去都有在做 你说你上任以后都有在做 还是上任之前 上任之前 行政检查本来就有 您只被你上任以后的事情负责啦 之前的人做的事情 不会苛责给你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我先请教一下 原来的这个处分啊 包括他的附件 那我们是法律人 讲话直接一点 处分以及所做成的基础资料 您全部看完了吗 我现在已经 大概他有哪些东西 每一个字没有进去去看 但是他的审酌的基础 是在哪一些文件之上 我是有知道说 大概有哪一些文件 你说你只有大概知道 没有全部详读 每一个字我没有办法进去 还没有那么多 除了你以外其他的委员 就原来的处分 还有他判断的基础资料 都看过了吗 应该我们相关的资料 都分头在进行 在阅读中 所以你不知道其他委员 阅读的状况吗 呃我们其实都有讨论 好好没有关系 来你们在9月7号的时候 还给 那个 投审会嘛 在发这个函之前 NCC有没有开会 NCC我们没有开委员会 没有开委员会 对因为委员会必须要做成决议 是不审或者是审 做实质的审查才会开委员会 所以在没有开委员会的情况之下 您决定 发了这个函 给 投审会 我有跟委员讨论 但是不是透过大委员会的决议 好 没有关系啦 就反正没有做决议嘛 是你决定发函 所以没有决定要不审 对然后你说 建请贵会依法定职权 就本案投资架构及实质交易内容 蓄为审议 是 那第二段的文字 你不就是交给投审会处理吗 因为针对实质投资的内容 还有实质投资的架构 其实投审会是有 相 我觉得相对来说啦 坦白说 比 通传会有相当的专业 来请投审会 你们9月20号 再回去 请NCC審吧 在送请NCC就一些相关的问题做理清 那哪一些问题 最主要是 我们是根据那个通传会9月7号的来函 去检视整个投资架构还有交易 那检视完了以后的结论是什么 那我们 基本上我们提到委员会去讨论 那委员认为说 因为远传公司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提供了170亿的公司债的 这样的贷款行为 就是 事实上就是你们所讲的嘛 已在做股实资控制中加嘛 那你觉得这个市政是到9月20号 你们开会的时候才发现吗 还是从这个交易案一开始 甚至1月 本来的NCC在开公厅会的时候 以及所有 在本月里面委员会 所有委员的咨询跟讨论 从头到尾不就是在讲这件事吗 是 但是 那怎么会你们9月20号 开了这个会以后 讲了一个结论的内容是 好像大家都早就知道的事情 然后只剩下NCC不知道 所以你们要再回函提醒NCC这件事 跟委员报告 就是在9月7号之前 这个阶段因为我们有根据立法院的决议 在含请这个通传会这边再重新审议 所以你说在这个阶段里面 事实上我们是庭审的阶段 所以并没有提到委员会去做审议 那所以等于是等到9月7号 通传会回函之后 我们才要安排到我们的投审会去做 第一次 没有9月7号 通传会的那个回函 你们9月20号会做相同的决定吗 没有 因为齁 现在外界整个看起来 就到底是投审会还是NCC 大家看不懂 那当然詹主委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说他从来没停审 他也没把皮球踢给投审会 但是现在看起来齁 从整个文的脉络是 9月7号发了这个函 才启动 投审会最后要做决定嘛 那投审会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呢 又用一个早就公知的事实 或者是早就公开提出来的论点 当作理由 退回去 给NCC 那NCC的委员 你说发现了新的市政 是按照 投审会所回函给你们内容 发现新市政 我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显然不是 因为投审会的回函嘛 是你们本来就要做嘛 好 那现在我就有意思啊 是 如果你在9月20号以前 甚至在9月7号之前 你就已经开始收集市政的话 那你事实上9月7号的这个函 根本不应该发 因为你还在收集市政啊 你还没有做final decision啊 那你还没有做final decision的情况之下 你回这个函给投审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跟委员说明哦 就说事实上 我们从过往的例子看到最后 会发现通传会到最后 会变成好像corporate lawyer 在跟所有的投资人在做财务工程的大斗志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说投审会 能够针对实质的投资架构 跟投资的内涵 能够给予通传会一些协助 包括有一些 我们没有牙齿的我了解 那按照投审会9月20号做的内容 你觉得他有提供给你 你刚所述的必要的协助吗 呃我认为其实增强那个怀疑 但是如果针对合法的 没有啊你刚所讲的是整个投资的架构 不要让NCC做corporate lawyer 整个投资的架构 投审会应该搞得更清楚 再来跟你们讲嘛 那我现在问题很具体 9月20号投审会所开的那个会 提供了你什么样的协助 除了啦 提出的这个观点是我刚所讲的 大家早就公知的观点以外 他们还提供了你们什么实质的协助 就整个投资架构的厘清 至少我们会理解到说 投审会他登对投资跟借款的定义 其实是在各种不同的法令上面 投资的这个定义上面 他是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会多一种可能性 但是我要跟委员说明的是说 行政程序法上 让我们能够去废止或者是 撤销一个处分 我必须要有其他更强烈的程序上的事由 所以我们也发现相关的附件 其实并不完备 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 有这样强烈上的事由 可以去做撤销或废止 时间点 还必须要去检证他真正拿出来的附件里头 有没有办法针对庄方的关系 我了解 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在 其实我大概差不多9月10几号 差不多中六节前吧 所以等于是在你回函给投审会以后 投审会开会以前 然后你自己就发现了说 事实上还有这些事由可以用 之后 因为主席站出来了 我大概最后只讲30秒就好了 不好意思 学生兄 我想这个投资架构你们现在都掌握啦 那我只是提醒一下 詹主委 就是我们现在说中佳是安柏柏 他們在 安柏凯 他们在控制的嘛 但是你事实上去看 当初NCC在审查安柏凯 要去吃中佳的交易案里面 事实上里面就有一个人了 叫做摩根史丹利 摩根史丹利 在这个并购案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出资的外资嘛 就是一个出资的外资要套利嘛 他哪有在经营什么媒体啊 你看他在这个角色 在这个案子里面 2007年所扮演的角色 包括我们那个时候 时任副主委的石士豪先生 他针对这个交易案所提出来的不同意见书 所谓不同意见书 不是那个时候准嘛 他有不一样的看法嘛 那你再去对比 摩根史丹利 在这个交易案里面 他们所在扮演 实际的角色是什么 他们真的是经营者 真的是实质控制者 还是只是在扮演跟2007年一样相同的角色 这个是我个人 针对于NCC在接下来后续的审查当中 我提供的资讯 我也希望主委还有全体的NCC委员 针对这个案子 不要让大家失望 好好深入的调查 从头到尾就没有人要你去做违法的行政处分 但是对于先前那个所做的行政处分 是不是合法的行政处分 大家从法律上面 从实质上面的观点 提出了非常多的疑点出来 我希望新任的NCC在这一次的处分当中 能够善用这次的机会 不要让大家失望 跟委员说明 包括相关的资料 包括内部的或者外部的 其实我们都会来做一个审作 谢谢委员 好 谢谢黄国桑委员 接着请高津素美委员发言 谢谢赵委 我也希望我的时间能够比照办理 因为真的 可以加两分钟而已 好谢谢 有请这个我们的主委 好请张主委 张主委你碰到原住民的委员 应该问了几个问题 我想我们第一次在这边做沟通 为了因应卫星中心2号 也就是DVBS1 在今年4月8号断讯 为了避免影响到原住民的收视的权益 我们立法委员有修法 对 然后呢让我们的原文会所经营的原民台 可以用每年2000万的采购金额 委托公共电视来播送原民台的讯号 然后呢让我们的原箱 可以透过稳定的讯号来源 免费来收看电视 所以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是无线为主的路线 一个是以卫星中心2号 也就是DVBS2为辅 对吧 对 好 所以 听好我的重点 每年2000万要给公共电视 这也是人民的纳税钱 好了 接着下来我要问的是 为了原民台长远的发展还有偏乡居民收视的权益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尽数来指配专属的无限频道电波频率给原民会 交通部在今年发文给原民会 表示要指派无限电波的频率 请问一下 诸位您知道这个频率在哪里吗 跟委员说明 我大概知道 就是说针对应该是在地 如果是依照现在的话 现阶段上有的是25、33、35跟36 那当然我也理解 就是说在过去 原民会或者是原住民朋友 比较希望有prefer的这个频道 哪一个频道 第36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prefer的36吗 干扰各方面 对他有林平 如果你不用 人民台客家台全部都是公共的频道 请诸位知道 他不是这些私人的 如果政府有一个非常好的频道 是不是应该先给这两 所谓的公共频道 是不是应该 而不是再花更多的钱去解决 那个那个林平干扰的问题 是吧 这是为全国人民纳税前着想 我一直在说政府是议题的 人民的纳税前是归给那个中央 然后他在指配分配 而今天我们人民的纳税前 让我们的公共频道不好 不给他最好的频道 然后政府每年要播预算 去解决林平的问题 你觉得这是不是浪费人民纳税钱啊 主委 我想跟委呃说明一下 就是说针对原民他有 具有这样的公共性 我想这个无庸置疑 包括我们呃 刚刚有谈到的各种广播的合配 其实都是基于这样子的考量 来看这一件事情 那至于说 之后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要来指配这个频道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来看怎么办 主委 很显然你还不太清楚知道 现在虽然有圆明台 嗯 有圆明台到现在 我们已经花了13亿人民的纳税钱了 然后现在每年还有2000万给公共电视 我们才会有一个好的收视频道 委托他来播 对 那现在我们如果不在36圈的这边的时候 我们在其他他就有林平的问题嘛 那林平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还要再花钱去消林平的问题 你不觉得是本末导致吗 你不觉得这是浪费人民的纳税钱吗 本席讲这个你有没有理解主委 理解 同样是政府 同样是公共频道 为什么就不把一个很好的频道交给圆明台 然后 节省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我们不要再花每年那么多的钱 让我们的偏乡圆乡地区 才有收视的这个权利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要把它 好 你同意我的说法吧 相关的技术要考量 对 不过无线电视台它需要很多建制的费用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同意我的说法吧 刚刚的说法 为了要节省人民的纳税钱 应该用 我们应该最思考的就是把最好的频道 最没有林平干扰 最不需要花钱的频道给公共频道 应该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 好谢谢 第二个 刚刚大家都讲到这个所谓的广播 FM96.3 FM105.9 当时你们说这是不当党产 所以要给圆明台跟客家台 对吧 这个部分不当党产不是由通传会认定 我知道 所以它其实是原来有某一些政治上的任务 它那个任务已经终止了 我知道嘛 当时你们很义正延迟的对全国 全台湾的人民就是说 这两个频道拿回来了之后 要给圆明还有给客家 当时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啊 依目前的政治方向是这样 可是主委 主委 我希望你不要做政治的打手 以我了解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你们第一期的规划建制的发射站台 讯号的涵盖范围 并没有包含原住民地区 我手上拿到了你们这个所谓的 广播电视的第几期 原住民很抱歉 第三期 你们第一期在哪里呢 这个叫做中国广播公司 音乐网电台站 站台配置地址 跟圆明广播电台预定设站位置的 规划草案 这个规划草案 我们的原住民又被你们列为第三 既然已经跟全国跟原住民同胞说 FM93105.9跟FM96.3拿回来 我们要给建制原住民的广播系统 很抱歉 你们那建制系统的规划地址 原住民又被列为第三期 遥遥无期啊 委员这个资料我不是很确定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内部资料 不过 因为圆明会他的申请计划书 其实提过很多版本 所以我们会来确定 看看 但是那个应该不是通传会内部的 针对刚刚委员提到的那个什么 建制时程的资料 所以这不是吗 应该 我要提醒主委 如果第一期的工程规划讯号到不了原箱 到时候原住民组的广播电台 我们大张旗鼓的开播了 请问一下 原住民还能够听得到吗 那我们开播的意义在哪里呢 当然 所以在这个深色计划书真正在审查的时候 一定必须要去照顾到 就是要 不要说照顾主委很抱歉 我们不需要照顾 我刚刚是说顾虑 必须要考虑到 既然这是你们的政策 这些广播要收回来 你们所谓的工程规划 本来就是要同步进行嘛 不是吗 好 可是我手上看到的不是哦 我不确定那个资料是什么资料 如果这个不是很确定的资料 麻烦主委 你赶快改变你的方向 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一期的建置资料 原住民又被播到第三期 我告诉你原住民就遥遥无奇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你所谓的转型正义 把这些广播频道拿回来 跟全台湾号召说 这是要给原民台的 根本也没有任何意义 好吗 这个我可能确定一下 是不是原民会他们现在的规划 那有没有办法达到广播的目的 我来我们来确认 第一期 你们说的是台北市北投区 好 原住民的信义转播站第三期 原爱转播站第三期 阿里山茶山第三期 雾台转播站第三期 春日转播站第三期 牡丹转播站第三期 北梨龙山转就是狮子乡第三期 再来看第二个 外戎转播站第三期 大同转播站第三期 卓西转播站第三期 海端 海端 转播站第二期 金峰转播站第三期 延平转播站第三期 蓝宇 包括现在蓝宇 第二期 马祖人摇摇舞 这是原民态 好不好 我来确认一下看看 所以主委 请您注意一下 既然NCC大张旗鼓跟对外宣告 FM这两个是要给原住民跟客家 而你们在所谓的工程规划上面 并没有把原住民放在第一期 我就说了 通常会本身不会做工程规划 我来确定一下 好不好 确定一下 好 谢谢 我要再问一下 规划全国性广播电台要添购非常多的发射机 还有相关广播的设备 根据原民会还有客委会他们提出的规划报告 它光是发射站所需要的设备 这两个地方就有十几亿 请问一下 金费哪里来 这么大的采购案 谁要负责 谁主导 然后进度规划 谁要做 这个可能是要在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我们大概就是频率的部分 所以主委 你有没有发现问题了 一方面我们对外说要收回这两个 一方面说要规划给原住民跟客家 一方面你又管不了 觉得不然很奇怪吗 我们现在的政府在思考的是什么啊 在思考的就是 假转型正义 实政治斗争 但原住民跟客家很高兴我们看到政府有这个魄力 可是当我们有这个魄力的时候 你NCC要跟进啊 我刚就讲过 我刚讲过几个问题 请您注意一下 第一个 这么大的经费谁要编 原民台跟客家委员会已经出来了 掌握十几亿哦 一个是六亿一个七亿哦 经费谁要给 主委你必须要问 这么大的采购案 谁要负责 是原民台负责 客家委员台负责吗 还是行政院负责 因为这是政策大方向 第三个 进度还有规划 为什么上次我们行政院会开会的时候 他说可以动用预备金 所以很显然是行政院在主导 主委麻烦您追一下行政院 最后NCC最要的工作就是原乡的广播灾害系统 请问一下NCC你们现在有没有规划跟想法 我先把前面那个部分回应哦 就是说我们通常会针对那个广播是针对频率的回收跟合配 那至于其他的我们会去follow看看 我知道主委 所以本席现在提醒您 政府的政策不要有头没脚 不要有头没脑 不要只是做政治斗争 而是要真正的在规划 好吗 这提醒您的 那第二个就是灾害系统 你有什么样的规划跟想法 所有的灾害几乎都在偏乡跟原乡 NCC你要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主委你有没有想法 灾害的部分包括早上谈到的这个告警的系统 你要怎么样建制防救灾共购共战行动通讯平台的基础设施 有这部分针对高抗灾还有共战共购 事实上都有跟地方政府在做协调 那另外还有就是针对这个灾防告警的系统 那这些相关的系统的平台都在建制中 那至于说它涵盖的点是不是有跟原乡 主委这样好不好 我没有时间了 请您找相关的您的幕僚到我办公室 可以 我们好好地来跟你交流 是 因为原乡地区不见得你们比我了解 是 好不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高兴委员 谢谢高兴委员 诶 书小会委员不在 正明中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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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明中委员不在 我直接延继 刚刚我们高兴委员所提的问题 昨天有一个新闻 说在台东的达人乡 原住民乡 有一个小学生 他一早就到学校去 到学校才知道停课 然后他回到家里回到家 妈妈还问他说 怎么跑回来不上课啊 他妈妈也才知道 停课停班 后来大家都指指件事情 是NCC 没有把相关的通讯的建制 建制好 这就是刚刚高兴委员所讲的 大家都指你们 你自己的看法怎么样 跟委员说明一下 就是说如果是以早上一路 其实也很多委员关心的 不管是各种灾害资讯的传播 这些平台的建制 这些东西会是由通传会协调业者 因为最后是要透过业者的系统 跟终端设计 但是什么资讯放在上面 这个部分可能就 就不一定是通传会 我住在台东市 我昨天就看到了 台东县政府在半夜的时候 通知正式通告 说不上班不上课 我看到 但是偏向看不到啊 难怪那小儿子一大早就到学校去了 结果到了学校 空无一人 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回到家里妈妈也指引 像这样的事情 你以后应该怎么处理 我只是抛出这个问题 让你们去处理 你们用书面的给我回话 好不好 现在我要跟你问的是 关于 这个中加案 中加案 当然你们从早上到现在 我没有很多的机会 来听到你们的对话 但是我现在很质疑的是 当时您在回复一些问题的时候 所以说法是这样 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你说Morgan Stanley 没有提供完整的文件 所以要求Morgan Stanley 要补齐文件进行调查 附件是合约的一部分 你是这么说的吗 我早上是有这样说 上一次不是今天 早上是这么说是吧 我早上也这么说 我可以问你 你缺什么吗 他们缺什么吗 所以你们要重审 不 跟委员说明一下 在行政程序法上 他也不叫做重审 不叫重审 所以外传的不对 他其实是行政程序法上 本来原处分的机关 针对过去自己 已经做成的行政处分 在符合行政程序法的 要件的情况之下 可以去废止他 或者是撤销他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 针对原来 已经做成的处分 事实上有疑议 或者是说 有新的资料的时候 事实上是可以做一些调查 所以我对你们的程序 现在confused 好 那如果我问你 如果像你这样的说法 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你的意思就是 前任的NCC委会 跟公平会 没有审查清楚 这个要看说 他们当时认定 觉得这样的资料 是不是足够 那现在到底是按你的认定 还是按前面的认定啊 我们其实 原处分机关 现在是由委员会来讨论 可以来针对 原来我们自己 做成的处分 本来就是可以来做审职啊 你的副主委 翁副主委 他还是前任的委员喔 如果你这个时候在质疑 上个这个前任的委员会 所做的这个审议 是违反了什么 相关的规范 违反了 没有完整的资料 他们还是做了一个决议 你是在指控他们喔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 包括对方律师也承认 就是说他并没有把完整的附件 哪个对方 对方是谁 申请人 就是远通吗 申请人不是远通 是哪一个 就是荷兰商 你什么PHA是不是 申请人 这个有点怪异 我希望你们要谨慎的处理 他白纸黑字回函给我们说 确实当时有一些附件 那我们就跟他要 他说好 我现在只追究前任的委员会 所做的决议 你们现在是在否定他们啊 行政程序法本来就保有 这样子的权利 那至于最后的决定会是什么 这个东西我们会透过委员会来讨论 那我现在再问你 到底谁是真正的投资人 是Morgan Stanley還是远通 还是谁 这就是我们要认定的 到现在他们要认定 如果按照这个外国人投资条例 如果是Morgan Stanley的话 他只要不违反国家安全公共资系 善良风俗 国民健康 那是OK 所以他投资是 是没有留去阻挡的呀 跟委员说明 针对像这样子的投资 投审会有投审会的执掌 通传会有通传会的执掌 公平会有公平会的执掌 所以他有些是跟结合有关的 就是公平会来认定 有没有违反党政军 或者是通传会所执掌的 广电三法里头的条文 是由通传会来认定 至于说外国人投资 刚刚提到的委员 谈到的这些相关的什么 这个就是投审会的职权 同时针对相同的案件 可以有不同法议上面 保护的认定 因为前任已经完成了 整个审议的程序 不论是从公平会到你们NCC 都已经完成了 而且都认为审议是合宜规定的 所以他们才会进入到投审会 最后的这个发布许可 为什么到了民进党执政以后 整个全面都被翻转呢 有没有政治力介入 不强烈会有政治力的介入 跟委员报告 通传会依照行政程序法 这个本来就是行政程序法 上面赋予原处分机关的权利 那刚刚黄国昌委员跟你质疑了 不是投审会在发动这个重审 是你NCC在发动这个重审吗 应该是说就投资的实质 投资的架构跟投资的内容 我们是希望投审会这边 可以有协助来做一些认定 那通传会自己本身针对原来的处分 是不是有违法跟得撤销的事由 本来就是有这样的职权 可以来做这样子的认定跟调查 这个行政程序很混乱 那个张主委真的 我现在只问你 最后finals到底谁决定 如果最后通传会有做成认定的话 投审会他还是要去做他的部分的认定 这个本来就是各自的执掌 因为针对像这样的订购案 公平会也要做公平会的决定 投审会也要做投审会的决定 通传会也要做通传会的决定 是这样吗 应该不是所谓的重行审查 那投审会之所以会 告诉通传会说他们有看到这个事实 事实上是因为如果实质的投资人是谁 有没有违反党政军的条款 这个部分依照通传会的认定是属于通传会的责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在经济委员会 我们前年去年一直在谈中加案 在公平委员会的这个职权之下来谈 然后又到了这个NCC 没有就所谓的已在做股会变成实质 掌控它的经营权 从来没有听过啊 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突然有这个话题 其实这个部分还必须要再补充一些 坦白说如果说再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包括附件这些东西 更能够真正去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 那就有助于厘清这件事情 总裁我建议你请NCC定个时间表 你赶快审完以后再送到投审会去 你竟然只是补充资料而已嘛 对不对 你补充资料 你赶快把它叫到补充资料来啊 你们一起还多久 你们一起还多久 我们依照行政程序法 接下来应该会把相关的事实 再做一个厘清 然后之后可能会依照需要听证等等的程序 所以规定两个月了 多久嘛 你在听证 你不能一直延到 你去看看里面怎么规定的 这个事情我也不认为 应该要一直这样子放着 所以 一定有个期限给你们 行政程序也有个期限给你们 行政程序法 其实倒没有一定有两个月的限制 但是我们会尽快 所以两个月之内 它其实没有这样子的限制 但是我会尽快 我问你嘛 你要多久嘛 尽快吧 违法耶 你头整会的问题也很大耶你知道吗 还讲到违法 有个教授评论也说你们NCC违法 你们应该要好好检讨一下 到目前为止 好 谢谢委员 再讲啊 没关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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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我们廖国栋总招 在哪里啊 这里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委员发言 许中卫 许中卫不在 赖瑞龙委员发言 赖瑞龙不在 蒋乃馨委员发言 蒋乃馨 蒋乃馨不在 徐玉仁委员发言 徐玉仁 徐玉仁不在 孔文吉委员发言 孔文吉 孔文吉不在 钟孔赵委员发言 钟孔赵 钟孔赵不在 黄昭顺委员发言 黄昭顺 黄昭顺不在 周承秀侠委员发言 周承秀侠 周承秀侠不在 何欣存委员发言 何欣存 何欣存不在 张立善委员发言 张立善不在 林德福委员发言 林德福 林德福不在 登记执行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另做以下的处理 委员 袁光恒 黄昭顺 所提的书面执行 列入记录 并且刊登公报 针对今天的会议 做如下的决定 一 报告及寻查完毕 二 委员于执行中 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 或是未及答复部分 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尽数以书面答复 散会 辛苦了 第一次来 第一次 还可以 还可以很好 反应很好 谢谢 谢谢 张主委 你那个要保持中立 我跟你讲 你不然会被骂翻 我跟你讲 一定都是依法 你赶快省了 省了 省了 一定会尽快找程序 你正好有那么多委员 要让他留在我那里 有政治的问题 你放在那边 就地址炸弹本来那里 专门委员 你不要去文鸡其武啦 我会在哪里 你不去文鸡其刀 你不去文鸡其刀 谢谢 你不去文鸡其刀 你不去文鸡其餐 你打得啊 你要干吗 你不去文鸡其他东西 这是俄 你不去文鸡其餐 你不去文鸡其干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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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